绝世战魂 极品妖孽 第681章 成功镀截 短短一句话 竟是具备了极为可怕的力量 使得全场散修 各大巨头的心中 都泛起了一阵阵炸雷 不知道为何 他们的灵魂 在这一刻 竟是剧烈地站立起来 仿佛有着九天之上的王 将要降临 嗯 擒男一愣 哼 突兀间 在那虚空深处 无数的冰光 闪耀起来 竟是凝聚成了一片片的冰晶 将唐青山和孟江女的身形 包裹其中 化作冰川 碰 一声巨响 雷剑斩下 竟是无法撼动这冰川嘶吼 儿等雷杰 也敢造次 滚出来 冰冷女声 再度响起 哗啦 一只虚幻的御手 仿佛从九天之上 探落下来 朝着那雷剑 狠狠一抓 从那雷剑之上 竟是有着一缕缕的黑气 从中拉取出来 御手一捏 黑气爆开 化作虚无 啊 一道道尖锐的惨叫声 竟是从这雷剑之上 响彻起来 具备毁天灭地之力的雷剑 气息急剧下降 不断跌落 眨眼之间 不足之前的十分之一 刚才那一抓 仿佛抓碎了雷杰之力 动 御手挥起 朝着雷剑 直接一拍 轰的一声巨响 整柄巨大的雷剑 竟是泛起了一道道裂纹 瞬间破碎 化作了万般精纯的力量 像是一条星河般 冲入在了冰川内 唐青山的体内 唐青山一身的气息 浑然一变 一股股圣光 在他身上 瞬间闪现 一股五圣的气息 吹拂而出 这一刹那 所有巨头 所有散修 脸色无不骇然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从哪身来的一只神秘御手 居然如此轻而易举的 将这雷杰 直接粉碎 并且还让唐青山成功渡截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问到老祖的脸色 在这瞬间 难看到了几点 他身为五圣巅峰的存在 这尊御手的出现 以及刚才一系列的举动 他竟然都无法窥探嘶吼 这就证明着 出手之人 极为恐怖 必然是超越了五祖之上 最为关键的是 唐青山成功渡截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 居然成功了 唐青山 此时不成五圣 何时再成 那冰冷女生 再度响彻起来 孟江女和唐青山 都是脸色发正 显然那一幕幕的异变 让他们没有反应过来 等察觉到了体内精纯的圣者之力 还有那毫无波动的虚空 让唐青山终于恍然 他的大劫 真的度过了 一位神秘强者 因为欠昔日杀神的人情 帮助自己 度过了雷劫 前辈 唐青山忽然想到了什么 私生吼道 你为什么不救我的三位师兄 我宁愿宁救他们 也不愿你来出手帮我 师兄之死 犹如利剑 插入他的灵魂 让他永生永世 不得忘怀 那是你的命 那也是他们的命 我改到了天 改不了命 女生冷冷道 你最好 不要负你师兄 临终嘱托 一句话 让唐青山 犹如雷击 临终嘱托 宁赴天下苍生 不负梦师妹 承载着他们的梦想 问鼎巅峰 突然间 唐青山明白了 端木风主三个人 选择释放自己 帮助他渡劫 不仅仅是为了梦江女 更是为了他 苍蓝大陆 苍蓝浑线 犹如铁绿 他们五人 唐青山乃沙神传人 获得沙神经 一生注定非凡 他们三个师兄 岂能眼睁睁地看到 唐青山陨落在此 恍然之间 唐青山仿佛看到 端木风主 罗风主 张风主三人 身形梦幻 满脸温和笑容 像是在看着自己的晚辈 青山啊青山 你是我的师弟 你的未来 应该是整个大陆 我们做师兄的 能够让你死在这吗 师兄 唐青山瞬间红了眼眶 泪水夺眶而出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尽管这三位师兄 一直嫉妒他 一直羡慕他 但是 最后关头 师兄们 选择守护了师弟 我这一生 定然承载你们的梦想 问鼎这 巅峰 唐青山豁然抬头 仿佛朝着这苍穹 发出了一声咆哮 哄 在他的身上 一股积蓄已久的气息 像是被打开的河堤 轰然向上 五胜一重 五胜二重 五胜三重 五胜四重 直到五胜六重的时候 这股气息 才嘎然而止 此时此刻 全场各大散修 各大巨头 他们只见到 唐青山一人战力虚空 身伴孟婆河 那一双锐利的眼睛 仿佛喷出了无尽锋芒 要刺破这世间万物 杀 唐青山头发 一阵飞扬 无边杀气 汹涌天地 一道道暗红的光芒 就是 从那虚空而来 笼罩他的身上 缓缓凝聚成了暗红长袍 长袍中央 一个血色沙字 极其醒目 沙神传人 重现于世 前辈 秦南看到这一幕 心中感慨 这次的五胜雷劫 度过之后 变强得不仅仅是修为 还来到了不同的人生 其中对与错 好与坏等等 无人能够评价 就连秦南 也无法说什么 感慨什么 不过 这同镜 到底是什么来历 怎么和沙神牵扯到了联系 此次还主动出手 秦南满脑子疑惑 这个同镜 在不知不觉间 好像有一点 无所不能的感觉 嗯 秦南眼神骤然一灵 然而 也在这一刻 束缚在太古战场上 各大伞修身上的 那种玄妙之力 悄然之间 全部流逝 话而言之 所有的伞修 都能够行动起来 前辈成功杜劫 天机婆婆的手段 要全部消失了 秦南脸色一变 太古战场被光照龙住 才导致了外面的各大巨头 无法参与进来 如今杜劫完毕 光照一旦破碎 那么毫无疑问 伤道蒙盟主那些巨头 定然会盯上 他的天机扶照 他们那些巨头 也定然会出手 嘎吱 嘎吱 一道道裂缝 像是巨大的蜈蚣 在笼罩那太古战场的光幕上 蜿蜒起来 没过多久 密布全场 哄 光照一声巨响 彻底破碎 化作虚无 嗯 伤道蒙盟主 问道老祖 万香楼楼主 焚天皇帝等等巨头 同时惊醒过来 双眼之中 闪过了一道锐丽金光 本章完 第682章 巨头参战 不好 秦南看到太古战场上的伤道门 各大巨头们 脚步一踏 没有任何犹豫 施展出来了红尘变神术 幻化成为了一个瘦小身材的修士 身形一穿 混入了各大伞修之中 此时此刻 各大修士们 都回过神来 恢复自由了 锁定断青 别让他跑了 对 别让断青跑了 不少修士 掩路杀鸡 其中铸行 孤鹰等等天才 也是如此 哄 哄 哄 就在这一刻 商道蒙蒙主 万象楼楼主 率领着各大巨头 奇奇降临 恐怖的五圣威压 就像是暴风一般 碾压全场 在这些五圣强者面前 全场散修 不值一提 巨头参战了 各大散修的脸色 变得一片惨白 他们心中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彻底消失不见 现在巨头们出手 自然没有他们任何事情 而敢 焚天皇帝 血液凤凰 镇国玄武三大巨头 发出了一声怒吼 镇天动地 无数的凤凰之火 玄武之光 天子之芒 闪耀起来 朝着商道蒙蒙主 万象楼楼主 狠狠杀去 要知道 血液凤凰 镇国玄武 昔日都是半步无阻的存在 修为恐怖 如今虽然尚未恢复巅峰 但是连起手来 与焚天皇帝配合 竟是将商道蒙蒙主 和万象楼楼主等等巨头 给彻底拦下 问道老祖 还不出手 商道蒙蒙主 发出了一声利和 问道老祖脸上露出了抹纠结之色 唐青山展现出来了可怕的潜力 这让他想要将对方除之后快 或者是将之镇压 问出情难所在 可是 天机符罩这等东西 又极其珍贵 他又不想让焚天古国 出现一尊可怕天才 当然了 原本是可以将问道三老派出去的 但是问道三老 在这场可怕大战之中 也无法撼动焚天皇帝等人 至少短时间是无法撼动的 如果让问道三老对付唐青山 以这唐青山的修为 定然能够逃脱 刷 就在这时 一缕滔天刀光 犹如毒龙 破空而来 赫然是唐青山 在唐青山看到问道老祖的这一刹那 他就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杀来 虽然他的修为 不敌问道老祖 但梦江女化作了他手中之刀 哪怕是再强的东西 他也能够将之斩灭 对于问道老祖这种 毁灭了青龙圣地之人 他自然不能放过 我不找你 你居然敢找我 你们去帮助伤道吗 问道老祖双眸瞬间喷火 展现出来了武圣巅峰的修为 与那唐青山 直接厮杀起来 一阵阵虚空 不断坍塌 两人的斗争 极为可怕 没过多时 就上升在了无尽虚空内 问道大振 问道三老 大喝一声 三人身形变幻 化作大振 朝着焚天皇帝三人 狠狠镇压而来 这一刻 商道蒙盟主 万香楼楼主 商道蒙副盟主 万香楼副楼主 再加上问道三老 已经有了足足七位五圣强者 轰杀焚天皇帝三人 任凭他们三人再强 一时之间 也是被杀得连连倒退 身外化身 商道蒙盟主身上 宝光一闪 一缕烟雾 从他身上 直接吐出 飞到了太古战场的下方 缓缓凝聚出来了他的身形 这尊化身 尽管修为 只有五圣境界 但是对付断青等等 已经绰绰有余 糟糕 焚天皇帝三人 脸色一变 想要施展手段 就被各大巨头 联合抵挡下来 嗯 断青的人呢 商道蒙盟主的化身 扫了一眼全场 此时此刻 伴随着诸多巨头的大战爆发 那聚集在太古战场上的各位散修 都早已施展身形 迅速离开 显然是不想被霍央驰鱼 这也导致了 整个战场 都无比混乱 万宝眼 商道蒙盟主的化身 立刻一声 在他眉心之中 一枚眼球 豁然睁开 喷吐出来了 滔天的神光 像是利剑一般 搜索全场 然而 现实的结果 让他的心神 猛然一沉 因为 所有修士 都没有断青的身影 此子绝对没走 必然是施展了 某种我的万宝眼 无法看破的变化之术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整个太古战场的 所有修士 一个也别想逃 商道蒙盟主化身的双眸 极其争鸣 哄 商道蒙盟主本尊的身上 一缕惊人的地光 冲天起 只见到 一枚巴掌大小的玉玺 破空而起 带着浓浓地威 悬浮在了太古战场之上 原来 这玉玺 竟是一枚半步地气 哪怕是半步地气 威能也足够可怕 万将无界 商道蒙盟主本尊 大吼一声 哗啦 玉玺之上 喷出了无穷的光芒 竟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照 像是一个巨腕 倒扣而下 将整个太古战场 都直接封锁 嗯 焚天皇帝等三大巨头 脸色一变 太古战场的各大散修 见此一幕 也变得更加混乱起来 商道蒙盟主想要干什么 混入人群之中 随波逐流的秦南 抬起头来 眼神之中充满了疑惑 杀 商道蒙盟主的化身 大步一踏 冲入人群之中 展开了惊人的盛威 屠戮四方 原来这商道蒙盟主的想法 极其疯狂 将众人封禁 然后再用他的分身 将这全场之人 一一施展古术 进行轰杀 这样一来 各大修士 必然要施展手段反抗 一旦反抗 商道蒙盟主就可以判定 对方到底是不是断轻 说巧也巧 这商道蒙盟主 化身冲杀的那一堆人之中 秦南赫然在其中 这下糟了 秦南察觉到了对方的想法 心中一沉 无论是施展战神左臂 魔神袍等等抵挡 都会被商道蒙盟主察觉 退无可退 进无可进 好 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咆哮声响彻起来 太古战场之外的虚空 骤然破碎 一头庞然大雾 直接冲出 挥舞出来了惊人巨爪 巨爪上涌出了可怕的寒光 狠狠拍击在了半部地气玉玺喷出的光照上 整个光照 猛然一阵摇晃 来人 竟是笑日白虎的石像 本章完 第683章 先帝降临 他日再会 原来 在秦南获得天机福照之后 坟天皇帝等人 就沟通了身在坟天谷国的周壁华 筹备手段 准备面临各大巨头的联手狙击 率先到来之人 便是笑日白虎的石像 尽管当初笑日白虎被点画 化作了石像 但一身修为 仍然达到了五圣 并且抵运身后 这半部地气 在他面前 根本无法抵挡 不好 坟天皇帝这次下决心了 伤道蒙盟主 以及各大巨头 见此一幕 都是心神一尘 因为他们清楚 笑日白虎的到来 仅仅只是刚开始 哄 果不其然 从那虚空之上 一股磅礴浩瀚的气息 直接降临而来 一尊中年人的雕像 跨步而出 双目闪烁神光 仿佛要洞彻整片天地 这赫然是先帝雕像 怎么回事 坟天古国 居然将先帝一向都出动了 伤道蒙盟主各大巨头 脸色大变 他们当然知道 先帝一向的存在 也非常清楚 先帝一向的威力 只不过 先帝一向固然强大 但是能够催动的次数 也是有限的 他们万万没料到 为了断青 为了天机浮照 坟天古国 不惜下如此血本力宝 轰隆 就在这时 孝日白虎的巨爪 带着滔天力芒 将那半步地气玉玺喷吐出来的光照 彻底撕碎开来 一张血盆大口 猛然张开 咆哮全场 断青 给我上来 太古战场的秦南 见此一幕 没有任何犹豫 大步一踏 身形宛如利剑 直接冲来 我们得不到天机浮照 你们坟天古国 也休想获得 这一刻 商道蒙蒙主的化身 发出了一声惊天的怒吼 只见他身上 燃烧起来了一层层虚妄的火焰 这个商道蒙蒙主 为了击杀断青 竟是舍弃了如此重要的化身 用自己的化身 发出了最强一击 哄 只见到 商道蒙蒙主化身 化作了一束火光 像是陨石一般 抄着秦南的身形 狠狠冲击而来 速度飞快 照耀整片天空 这一击 威力绝伦 非常恐怖 不好 坟天皇帝等等巨头 脸色都是一变 光是这一击 灭杀一尊五圣一重 完全没有问题了 更为关键的是 这发生得太突然了 他们根本来不及救援 就连先帝一向 也来不及出手 战神左臂 危急关头 秦南猛然抬起左手 横荡胸前 轰隆 火光撞击在秦南的身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秦南只感觉到 自己的左臂 仿佛失去了知觉 毫无反应 那庞大的后劲之力 接连不断 冲击在他的身上 哪怕有着魔神袍的庇护 也遭到了极大的重创 不过还好 他活了下来 二次爆炸 伤到蒙蒙主嘴角 勾起了魔狠辣的笑容 他知道断青身上 有着某种东西 能够抵御强悍攻击 所以 他提前就买好了手段 第一击将断青重伤 第二击再将断青彻底杀死 嗯 重伤关头的秦南 猛然察觉到 在那四周席卷的火焰之中 一股磅礴的力量 绽放开来 这令得他脸色大变 下意识想要抬起左手 但是他的身躯 遭到了重创 连左臂都无法抬起 碰 一股磅礴浩瀚之力 猛然站开 说时迟 那时快 这关键之际 一头庞大的身影 带着滔天的煞气 直接撕裂火海 用那硕大的身躯 将秦南的身形 全部裹入其中 哄 那二次爆炸出来的力量 全部抽打在了这庞大身影上 使得发出了一道吃痛闷哼 身上浮现出来了一道道的裂纹 这庞大身影 竟是孝日白虎 在商道蒙蒙主利用化身 施展出第一击的时候 他的身形就已经冲来 见到商道蒙蒙主 发出第二道攻击 他就利用了自己的身躯 庇护了秦南 白虎 秦南站在下方 看着孝日白虎裂开的下额 微微发症 小子 这是我还你上次的不杀之情 孝日白虎咧嘴一笑 牵动了裂缝 下巴掉落了不少石块 仿佛整个下巴都会崩碎一样 吓得他连忙闭上了嘴 闷声哼道 还不快上来 谢了 秦南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身形一转 黑袍涌动 落在了白虎头顶 庇护白虎目光一怒 仔细想了想 貌似秦南这家伙 有这个资格 小子 记住了 一头大腰的头顶 可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站的 这一次 就不跟你计较了 庇护白虎闷声喝道 身形一闪 撕裂虚空 准备离去 伤道蒙蒙主等等各大巨头 见此一幕 双目齐齐瞪大 他们非常清楚 若是让段青彻底离开了 那么下一次 再想要抓住段青 就非常困难了 问 就在这时 各大巨头的头皮 一阵发麻 先帝一向面无表情 降临在了他们的头顶 左手之中 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柄金光圣剑 圣剑剑尖 直指伤道蒙蒙主 惊人的怒火 在这先帝一向身上爆开 杨哥 赵方 下次再会 离开之际 秦南在太古战场之中 锁定了公羊和赵方的身影 传去一道神念 这两个家伙 此次太古战场之行 为自己承受了不少 下次再会 公羊和赵方 都是哑然失笑 眼神之中 露出了抹感慨 江碧兰 我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会办到 秦南不忘记 给江碧兰传去了一道神念 江碧兰妩媚一笑 翘脸变得平静下来 脚步一踏 消失在众人之中 只留下了一道白影 前辈 秦南的眼神 看向了虚空 朝着唐青山 传去了一道神念 正在和温道老祖厮杀的唐青山 身躯一震 低头看来 眼中露出了抹恶然之色 取得天机符罩三样宝物的那个小子 居然是秦南 现在还无法灭温道山 下一次 你我二人 一同杀上温道山 你 再等等 秦南的眼中 闪烁出来了一丝冰冷 虚空裂缝张开 笑日白虎 托伏着他的身形 跨入其中 消失不见 本章完 第六百八十四章 乾隆榜再变 段青逃走了 没想到焚天谷国 居然为他倾尽全国之力 死 最可怕的是 商道盟盟主化身的一击 都未将他彻底杀死 太古战场上 那些还未逃离的散修们 面露震撼 商道盟盟主各大巨头们 脸色变得无比阴沉难看 事到如今 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定局 哪怕他们 还有其他尚未施展的手段 现在施展出来 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段青不在了 他们又不会和焚天谷国血拼 问道老祖 下次再娶你向上人头 虚空之上 唐青山冷冷地丢下一句 脚步一踏 竟是人间合一 化作了一道无可匹敌的剑光 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 就算问道老祖 施展种种手段 竟然也无法将对方给留下 混账 问道老祖双眸喷火 昔日小小的一个蚂蚱 如今竟然可以亲自与他抗衡 并且还保全性命 这让他心中 岂能平衡 我们撤 伤道蒙蒙主各大巨头们 无论心中再怎么不甘 也只能咬牙 下达这条命令 继续战斗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了 并且 此次是血乱海之事 定然会在整个东周 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 而他们 也要重新改变战略 决定对焚天谷国的态度 各大巨头 开始纷纷抓起各自弟子 不断撤退 焚天皇帝等人 也没有开始追击 返回了焚天谷国 在过去了一个时辰之后 整个是血乱海 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当乱风和乱家一行人 看着如今的是血乱海 他们心中清楚 从此以后 是血乱海 将会彻底平静 再也没有修饰 前来问津 那铜顶最后还是没有出现 乱风说道 无妨了 我们乱家这一次 没有赌错 乱承杰笑道 传令下去 全族迁徙 前往焚天谷国 乱风和各大长老身行一阵 他们知道 乱承杰又下了一个赌注 他在赌断清的未来 在这上遇东周 定然光芒万丈 两个时辰后 是血乱海的消息 传入了东周各地 整个东周瞬间沸腾 厉害啊 断清居然获得了三剑之宝 天机符罩也落入了他的手中 焚天谷国 这是要崛起的节奏啊 那个从下域来的唐青山 也非常厉害啊 想必是逆天改命了 先是异象雷劫 神秘强者帮助出手渡劫 渡劫之后 立刻成为了五胜六重 这个东周 又要热闹了 无数的修士 不禁感慨 不少人眼中露出了敬佩 也有不少人满脸不屑 无论如何 断清和唐青山这两个名字 就像是一颗星星 冲天起 悬挂东周的天穷上 没过多久 东周的乾隆榜 排名发生变化了 快看看 断清是多少名 则则 此子现在是尊者八重 联合神秘人 两个人就挡住了一群人 还面临五胜一击 都没有死去 最多就排到十六吧 在无数的疑惑之中 无数的人物 看向了乾隆榜 这一看之下 大吃一惊 乾隆榜 断清 排名第九 超越了问道山阳宫 在这排行之下 则是有着一串串的光辉战绩 就算是与着第八名 第七名 第六名比较起来 也当仁不让 可最关键的是 乾隆榜排名前十五的存在 都是地级九品武魂啊 也只有地级九品武魂 才能够进入前十五 断清的武魂 才地级八品 整个东周 在这一刻 再度掀起了一阵风波 则则 地级八品武魂 就能够进入乾隆榜排名第九 难道乾隆榜认为 断清拿到了天机扶照 必然能够逆天改命吗 厉害 厉害 这是乾隆榜有史以来第一次破格 在整个东周 掀起巨大风暴的时候 秦南和孝日白虎 已经返回了白虎城皇宫 小子 你去凤凰营找周碧华 我去休息了 孝日白虎身形一晃 化作一缕白光 落在了祭天道场上 一身的气息 平静下去 死寂一片 犹如真正的雕像 多谢了 秦南再次拱手 身形一晃 来到了凤凰营 黄土道场上 周碧华 王老 狄风云 龙虎 牧城爷等人 都早早在这里等候 见到秦南的身形 周碧华和王老 当下笑道 好样的 至于狄风云和牧城爷等人 一双眼睛 充满了敬佩 他们光是 想想是血乱海上面的阵容 就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 然而 在这等绝境之下 断青竟然还能逆流而上 夺走了天机扶照等等三大之宝 这 他们根本比不上 焚天皇帝 血义凤凰等等巨头 也起起回来 整个焚天谷国的所有强者 都围在秦南的面前 笑声不断 在隐隐约约之间 仿佛秦南成为了焚天谷国的中心 这一次 在下能够得到天机扶照等等 顺利回到焚天谷国 都是亏了各位前辈的照顾 若有他日 定然不忘此情 全力相报 秦南满脸郑重 拱手说道 你小子 血义凤凰和周碧华 郑国玄武等 都是哭笑不得 焚天皇帝目光一闪 他玄着的心 就平静了下去 此次焚天谷国 全力相助秦南 可谓是损耗巨大 如果秦南是那种 忘恩负义之人 他们焚天谷国 就真的亏大了 接下来 三大势力 定然会盯着你的 我们几人 在你身上 打下一缕神石烙印 只要你遇到追杀 我们能够及时赶到 焚天皇帝想到什么 叮嘱到 血义凤凰等等 也是严肃点头 秦南心中流过了一道暖流 没有拒绝 用力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 众人聊了聊 说了说 嗜血战场的去世 秦南就来到了 凤凰银附近的山脉之中 找到了一个隐蔽之地 布下了静止 从怀中掏出了战神御简 呼 秦南缓缓吐出了口啄气 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他调动着体内的混沌之气 朝着战神御简 缓缓输送过去 他想要知道 这战神右臂 如今身在何处 然而 当他看到御简上面的内容之时 一张脸色 彻底呆住 本章完 第685章 问道宝窟 只见 在这战神御简 只有这短短七字 问道山 问道宝窟 秦南过了好半想 他才回过神来 满脸复杂 很显然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战神右臂 居然在这问道山里面 恐怕这是战神右臂 故意而为的 秦南深吸了口气 他如今和问道山的问道老祖等等人 水火不容 假以时日 定然有一场生死大战 战神右臂 留在这个地方 显然在暗示着什么 当初在下狱的时候 青龙圣主没有杀问道老祖 说是留给我 如今战神右臂 又在这问道山的问道宝窟等着我 看来这一切 都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 秦南将这前因后果 全部想明白了 这是青龙圣主和战神右臂一起布下的局 只为了魔力他 只不过 这问道宝窟 是什么地方 看来 等到时候 还得找前辈们问问 秦南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种种想法 全部摇出脑海 既然知道了战神右臂在的地方 那么他现在不能急 先将体内的两大无阻意志 还有天机浮照 处理好了之后 再做打算 这天机浮照 秦南看着丹田内的浮照 眉头皱了起来 这浮照一直在蠢蠢欲动 恨不得立刻冲出 将混沌之气 全部吞噬干净 虽然上一次 他还比较听话 但难免下一次 他不再听话 疯狂抢夺 我先给你一点 你最好不要反抗 否则的话 你休想得到任何一缕混沌之气 秦南心中喝道 天机浮照 像是听懂了一样 果然平静下来 秦南倒也没吝啬 直接打出了三千缕混沌之气 没入其中 问 整个浮照 微微一颤 一缕缕的光芒 像是游龙般 上下悬浮 一股悬而又悬的气息 在其内部 荡漾开来 好像在酝酿着什么 嗯 这是在孕育灵体 秦南战神左童一扫 他虽然没有看破其中的奥秘 但看到了一股生命波动 难怪这枚浮路 会主动冲过来 原来是混沌之气 能够让他孕育灵性 秦南微微点头 心中也放松下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 没有几个月 天机浮照内的灵体 是无法彻底孕育的 再给这两大五祖意志 传送一点混沌之气 秦南分别打出了一千缕混沌之气 没入了两缕意志之中 哄 这一刹那 两股磅礴的气势 在这意志之上 汹涌起来 在秦南的背后 两道光芒 也随之冲起 竟是缓缓地凝聚成了人形 演化了五官等等 凝成了实质 这果然跟凤凰元神他们是一样的 秦南眼中闪过了抹金光 将混沌之气 打入其中 就能够让两大意志 有可能复活成为两大五祖 当然了 只是有可能 哈哈 终于苏醒了 哼 一道大笑声 一道冷冰冰的哼声 不约而同 响彻起来 只见这凝聚的两人 竟是模样相似 都是留着八字白色胡须的老人 只不过 他们两人一人披着蓝色长袍 一人披着血色长袍 前者冰冷 后者火热 这两人 分别是乱海五祖 是血五祖 虽然他们从意志 恢复到了人形 除了一身气势之外 一身的修为 还没有多强 见过两位前辈 秦南不卑不吭 拱手说道 嗯 就是你这小娃娃 有着本源之气 乱海五祖低头看来 上下打量 眼神之中 带着一抹一色 用更多的混沌之气 恢复我们 我给你成为我弟子的一个机会 是血五祖满脸漠然 居高在上 威严无穷 嘿嘿 乱海五祖笑了笑 昂着头颅 是血这家伙说的没错 小娃娃 能够恢复 我们两大五祖 是你无上的荣耀 到时候 你若是能成为我们的弟子 那放眼整个上玉东周 没人敢欺负你 听到这一番话 秦南嘴角扬起了一抹无声的笑容 耗费大量的混沌之气 恢复这两个家伙 仅仅只是给他一个成为对方弟子的机会 而且 他好歹也算是这两个家伙的救命恩人 仗着自己是无阻 对待恩人 就这样一副态度吗 抱歉 我不同意 秦南直接摆手 你不同意 乱海五祖和嗜血五祖 几乎同时一愣 他们两人可是五祖啊 五祖的存在啊 让这个家伙 替他们五祖笑了 居然还不乐意 小娃娃 你这是在找死 两大五祖 脸色几乎同时冰冷下来 恐怖的威压 就像是洪水一般 在整个山脉内 疯狂蔓延 山脉之中的妖兽 仿佛遇见了什么极为可怕的存在 脸色大变 纷纷逃窜 秦南的面色 依旧不改 你让我恢复你们 这是你们在求我 你们现在还威胁我了 秦南嘴角露出了魔讽刺 这两个五祖 还真是横贯了 真以为天下人 见到他们 都得俯首称臣 好胆 老祖我现在就教训你 不知天高地厚 乱海无阻和嗜血无阻 听到此话 冷笑一声 化作两道光芒 朝着秦南的石海 直接冲去 当然了 他们刚刚恢复人形 一身修为 还不算强 根本打不过秦南 他们唯一能动用的 就是一些强大古术 利用意志之力 攻击石海 好好教训秦南一顿 让这个小娃娃知道 什么叫做无阻 秦南满脸无语 什么地方不去 非得去石海 这两个家伙 不是没事找揍吗 刚刚冲入石海 乱海无阻 朝着是雪无阻看去 脸上的愤怒 消失不见 反而黑黑笑道 现在我们还很虚弱 那就连起手来 施展那门古术 先将这小娃娃的石海 给他打穿 嗯 是雪无阻 微微昂头 他这平生 最讨厌的 就是秦南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后背 然而 就在这两大无阻 抬起头来 发现了在石海中央 悬浮着的铜镜 哎呦 这小娃娃还不错呀 还有一件宝贝 镇守石海呢 乱海无阻扫了一眼 没有仔细观察 似乎想到什么 竟是发出了嘎哒怪笑 既然如此 那就先打碎他的宝物 他要是再不肯就范 就打碎他的石海 是雪无阻微微沉思 这个主意 倒是甚好 打碎了石海 还是不太好 毕竟这小娃娃 救了他们二人 破 两人目光一对 心意相通 一门强大古术 施展开来 竟是演化出来了一杆大枪 朝着那铜镜 狠狠杀剧 平静无比的铜镜 在这一刻 骤然闪耀起来了一道光芒 冰冷的女生 从那九天之上响彻起来 只不过这一次 还带上了一抹怒火 谁 本章完 第686章 联合无阻 冷冷一字 炸的是雪无阻 和乱海无阻 脸色瞬间惨白 一双眼中 露出了抹浓浓的恐惧之色 在那刚才 他们感受到的威压 他们简直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哪怕是当初 面对五帝 也远远比不上 难道是这铜镜 尽管恐惧 两大无阻 也很快反应过来 满脸骇然 就在刚才 他们只认为 这件铜镜 只是一般的质宝 再说了 这个才尊者八重的小娃娃 怎么可能有着如此恐怖的宝物 就在这一刻 一缕冰冷的沙翼 仿佛从九天之上 响彻起来 主要是 铜镜自从来到秦南石海之后 总有一些不识食物的家伙 妄想夺射秦南 冲入石海 刺刺打脚他 这群人 怎么就不长一点记性 所以 这一次 直接动杀手 前辈 刚才无意冒犯 还请手下留情 两大无阻惊醒过来 心惊胆战 如果这个铜镜出手的话 他们两大无阻的意志 定然飞回湮灭 他们如今 好不容易有了生还的希望 可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滚 铜镜沉默了一阵 收回了杀意 冷冷吐出一个字眼 哄 一股可怕的无形之力 像是滔天大手 抽打在了两大无阻的身上 将两大无阻 直接拍出了石海 拍出了秦南的体内 撞击在了前面的山石上 发出了一声声的爆炸 秦南看着这两个道飞 而出的身影 心中一叹 这两大无阻 惹谁不好 偏偏就要惹铜镜呢 嗨嗨 在一阵烟雾之中 两大无阻的身形 再度站起来 咳嗽几声 原本凝成实质的身形 变得虚幻起来 好像随时随地 都会重新化作 没有任何灵智的意志状态 刚才那一击 虽然没有要了他们的命 但也让他们受到了重创 两位前辈 怎么不动手了 能够亲眼看到两大无阻 如此狼狈 秦南心中的不悦 也舒服了不少 似笑非笑调侃道 这个 是雪无阻和乱海无阻两人 脸色刷得胀红 在这一刻 他们终于明白了 一个有着混沌之气 还有着如此恐怖的铜镜 镇守石海的青年 身份来历 绝对不简单 要知道 在苍蓝大陆 修为达到了无阻 并不意味着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在无阻之上 还有更为可怕的存在 嗨嗨 小友 请问如何称呼 乱海无阻尴尬一笑 拱手道 刚才我们二人 多有冒犯 还请海寒 一旁的是雪无阻想了想 也是抱拳拱手 能屈能伸 才是豪雄 再说了 眼前这个青年 来历不凡 又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他们也不必再高高在上了 必须得平等对待 在下段青 察觉到了两人的态度变化 秦南这才点头说道 对于前辈 他自然是要尊敬的 但是 对方要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就不会去恭维别人 哪怕是无阻 也不例外 段青小友是吧 我关你鼻梁挺拔 额头光洁 耳垂饱满 似有祥瑞 光是这面相 看上去就极其不凡啊 是雪无阻 嘿嘿一笑道 刚才的事情 都是误会 现在嘛 我们两人 想要与段青小友好好合作 只要段青小友 给予我二人足够的本源之力 那么古术宝物等等 我们也绝不推辞 嗯 是雪无阻点点头 秦南听到这句话 有些心动 这两大无阻 见多识广 定然拥有着许许多多强大的秘书 并且还具备多种手段 若是真能让这两人 真心相助 那么对于他来说 好处无穷 很抱歉 两位前辈 古术这种东西 只要足够就行了 我的身上 已经不需要其他古术了 秦南抬起手来 火焰 雷霆 刀翼 在手掌心中生腾而起 随后一缕悬光闪烁而出 使之凝聚起来 化作了一抹璀璨的光芒 波动骇然 嗯 好强大的波动 两大无阻的脸上 都露出了抹震惊之色 能够将几种力量 聚集一起 这等古术 他们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哪怕是他们两人的秘书 恐怕都无法与之相比 所以 秦南点到极止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两大无阻回过神来 脸色一阵变幻 眼前这个断青 给了他们太多惊讶了 没想到具备了 强大法宝 还具备了强大古术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还拿什么东西 和断青合作 这个 断青小友 果然非凡呐 不过呢 断青小友 我们两大无阻 纵横上于东周 去过各种境地 就连天机道 也曾进入过 知晓无数的密闻 同样等 我们俩恢复起来 也就拥有了强大力量 可以帮你 扫除一些强大敌人 是雪无阻眼珠子一转 连忙说道 说的也是呢 秦男点点头 满脸淡笑 没有应声 这个家伙 是雪无阻 安骂一声 脸上堆起笑容 道 不如这样 断青小友 每天给予我们二人 分别一百缕 本源之力 除此之外 有事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出手一次 一人三千缕 本源之力如何 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雪无阻 仔细盯着秦男的表情 他还要知道 这个青年 是否能够弄来 庞大的本源之力 要知道 他们两大无阻 想要恢复巅峰 需要的本源之力 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混沌之气 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弄到 秦男仿佛看破了他的心思 第一句就打消了 是雪无阻的顾虑 淡淡道 至于每天一百缕 出手一次一人三千缕 根本没门 出手一次 最多一人一千缕 并且 每天只有十缕 什么 这不可能 两大无阻同时间叫道 一天十缕 出手一次一千缕 那得要合年合月 他们才能恢复 那就拉倒 秦男转身就走 混沌之气 何等珍贵 只有通过左童 沟通脑海中的太古世界 才能得到 想必这天底下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根本弄不到 所以 他一点都不担心 两大无阻会拒绝 而且给出这样的数额 他已经极有诚意了 果不其然 两大无阻脸色一变 像是想到了什么 咬牙道 我们 我们答应你 说完这句话 两大无阻 心中都是一阵郁闷 想当初何等风光 如今就沦落到了这番田地 同时他们两人 心中也打定主意 等到时候 恢复了修为 不管这段清 什么身份 定然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合作愉快 秦男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满脸真诚 命运的轮盘 在这一刻 悄然转动 是雪无阻和乱海无阻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次偶然的相遇 偶然的交锋和妥协 让他们两人 有幸参与到了后世那场通天大战之中 本章完 第687章 动身出发 这两千缕混沌之气 当作见面礼了 秦男屈指一谈 一千缕混沌之气 分别打入了两大无阻体内 两人齐齐一颤 那虚幻的光芒 再度变换起来 变得凝实 并且要比之前 更强一分 秦男战神左童扫了一眼 现在两大无阻 已经相当于五尊三重的存在 如果施展什么逆天手段 想必对战尊者七重 没有任何问题 好小子 乱海无阻 和是雪无阻 都是脸色一喜 心情愉悦不少 看向秦男的眼神 也顺眼多了 这个小娃娃 还是挺会尊重前辈的嘛 两位前辈 你们就在我石海待着吧 秦男的这句话 让愉悦的二人 瞬间打了一个寒战 连忙摇头 打死他们 也都不去秦男的石海 最终两大无阻的意志 都留在了秦男的丹田内 现在将那些残片 全部恢复 秦男摇了摇头 心神平静下来 将是雪乱海战场所获得的残片 一一取出 足足有着数万块 每一块残片 都是气息强大 你搞这些玩意干什么 乱海无足两人 都有点疑惑 秦男没有吭声 屈指一弹 混沌之气 源源不断 注入其中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这些遭遇重创 遭遇时光腐蚀的残片 竟然像是活了过来一样 不断旋转 喷发光芒 连续融入 一千吕 两千吕 直到秦男 打出三千吕 混沌之气的时候 嗡的一声巨响 这数万件残片 竟是凝聚成了三件质宝 这三件质宝 分别是枪 勾 找 在这枝上 燃着一条条地纹 滚滚地微 散发而出 汹涌整片树林 好 秦男眼睛一亮 这三件宝物 虽然算不上半部地气 但是距离半部地气 只有了半部之遥 具备了地微 价值非凡 我靠 连一贯冷静著称的是血无阻 都是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浪费啊 混小子 你这简直是浪费啊 乱海无阻满脸痛心疾首 那么多的混沌之气 用来恢复这三件连半部地气都算不上的玩意 还不如让他们恢复 秦男直接无视了这两人 他拿混沌之气 恢复这些法宝 第一 可以出售贩卖原石 第二 到时候 他可以利用混沌之气的妙用 狠狠地整顿伤道萌一次 让伤道萌大出血 伤道萌这般对他 他岂能放过 只不过 现在积攒的宝物 还是太少了 还需要更多的残片 对了 两位前辈 你们知道问道宝窟吗 秦男开口问道 有了两大五祖半身 东周的种种事情 都可以直接询问 问道宝窟 则则 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啊 想当年 乱海无祖感慨一阵之后 才说到 这个地方 有点奇特 整个问道宝窟 非常巨大 里面有着至少数十万件宝物 而且 这些宝物 是天地孕育而成的 都非常强大 并且 曾有传闻 问道宝窟里面 有着一件质宝 如果谁获得了 那么就能成为东周之主 一旁的是雪无祖 补了一句 就是因为问道宝窟 才成立了问道山 所以 问道山世世代代 都想解开问道宝窟的奥妙 获取其中的宝物 这个问道宝窟 居然如此厉害 秦男神色一惊 数十万件天地孕育的宝物 那将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目 而且 那件质宝 是否就是战神右臂所化 难道这问道山 无法取得问道宝窟里面的东西吗 秦男压住心中的疑惑 继续问道 废话 乱海无祖翻了翻白眼 似乎想到了什么 颇为气道 问道宝窟 有着至宝镇守 每隔三年 才开启一次 修为超过了五胜 都不能进入其中 哪怕是无祖 想要硬闯 都会被秒杀 秦男看他那副咬牙切齿 又心有余悸的表情 很显然 当初这位前辈 硬闯过问道宝窟 看来 有必要前去问道山一趟了 毕竟战神右臂 是不是那件质宝 这个也无法确定 除此之外 问道宝窟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还要亲自去了解 秦男仔细深思一番 心中就有了决定 反正 他有红尘变神术加身 哪怕深入虎穴 也能保其周全 如果能够成功获得战神右臂 那是最好不过了 龙虎 司马 见面一叙 秦男拿出令牌 分别传去了一道神念 他的身形 也是一步踏出 撕裂虚空 回到了白虎城 来到一间宅院之后 司马空怪叫的声音 就响彻起来 秦男 你大爷的 天机符罩 你拿走我不管 那两大无阻意志 你要分给我啊 正好我们一人一个 龙虎嘿嘿一笑 不知天高地厚 哼 就在这一刻 秦男体内 两大无阻的气息 猛然爆发 一股威压 静止降临 卧槽 龙虎脸上的荡笑 瞬间大变 身躯膨胀起来 化为了龙虎之身 咆哮开口 司马空也是悚然一惊 眉心之中 道地惊硬 浮现而出 咦 天龙雷虎血统 嗯 道地传人 这一下 轮到两大无阻吃惊了 这两个家伙 来的也不乏 段青这个小子 怎么身边的人 都是这种怪物 还有 刚才这个胖子 好像叫段青为秦男 行了 这两大无阻意志 暂时不能给你了 秦男 看向司马空和龙虎 嘴角勾起了模糊度 道 我要出去一趟 让你们两个办件事情 帮我准备足够的宝物残片 盛道之气可以 地气最好 残片 难道你是啊 司马空猛然想到了江皇城的事情 当初古龙拍卖会就发生了一场惊天爆炸 罪魁祸首 自然是秦男 好 包在我身上 司马空眼中闪过了道立芒 冷笑道 不过到时候 再度洗劫一下伤道门 然后你再出手 洗劫 这个可以啊 不过 你大爷的 这次我不当肉炖了 龙虎张口咆哮 司马空白了一眼 等你消息 秦男看了二人一眼 不再多言 大步一踏 消失不见 目标 问道山 本章完 第688章 问道山 问道山 位于东周极北之地 常年落雪 它并不是一座山 而是众多冰山 围绕一起 在那每座冰山上 都有着宫殿 东周这数十年以来 四大势力之中 问道山的气韵 最为旺盛 连续出了几个天才 乾隆榜的前十名 有着足足五位 都是属于问道山 秦男从白虎城出发 凭他现在的修为 要抵达问道山 也要足足数十天 若是一般状况下 此次前去 定然路途艰险 不过幸好 公羊化作阳公 在问道山里面 早有一席之地 秦男去了之后 必然能够少了许多麻烦 我这次不能用断青的身份了 不然的话 问道老祖定然也会对我出手 秦男在虚空中不断穿梭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这让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无论是秦男 还是断青 好像与这问道山等势力 天生不对盘一样 无论怎么改变身份 到最后 还是头号仇人 两位前辈 传点强大的古术给我 秦男想了想 迅速给两大五组传音 两大五组都是 目光一动 好小子 终于有事来求他们了 这是混沌之气 秦男分别打去了一千缕混沌之气 嗯 看在你表现还不错的份上 这门地云沙就传给你了 这可不是什么古术 而是一门地术 当年浩云大帝的绝学 乱海无阻 故作一副肉疼的模样 将一门强大的古术 传到了秦男的石海之中 地术 秦男眼睛一亮 所谓地术 乃五帝绝学 司马空的一身非凡技艺 都是地术 才能破开伤道门的防御 洗劫法宝 一门地术 从威能上来讲 就连不死凤凰树 都无法与之相比 唯一不同的是 不死凤凰树 较为特殊 能力强大 来看看这门地术 秦男的心思 很快沉入了进去 这一进入 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门地云术 原来是一门身法之术 威力相当霸道 若是习惠 整幅身躯 犹如云 云 雾壮 飘渺眼 利用这一特性 身形来去无常 宛如云烟 敌人完全无法锁定 在这穿梭之中 再凝聚杀招 一击必重 再配上战神佐童的预判 洞彻之力 简直完美无缺 无人能敌 好方天使 有物生疼 悬浮天穹 实为云雾 秦南强大的武技天赋 在这一刻 展现开来 整部地数之中的种种奥妙 犹如光幕一般 在他心头 齐齐浮现开来 直到三个时辰之后 刷 秦南的身形 骤然一变 轻盈无比 毫无重量 哗啦 他朝前大步一踏 就带动了滚滚刚风 眨眼之间 竟是踏出了数里距离 来无影 去无踪 仿佛不存在着人世间一样 嗯 嗯 乱海无阻 和嗜血无阻 都被惊动了 直接瞪大了眼睛 刚才那一幕是什么 没有看错吧 这特么才三个时辰 这小子居然就领悟了地云术 这五级天赋 是不是太变态了 我这一身古术 越来越多了 现在又有了地数 这样下去 对于我的战斗 更加不利了 秦南没有任何开心 反而面色凝重 如果人是一个水缸 这些古竹就是水 水到多了 就会一出 大大浪费 小子 你是不是因为自身的古术太多了 从而苦恼 乱海无阻像是发现了什么 意味深长道 你可知道 什么叫做五祖 所谓的五祖 就是五道之祖 犹如本源一样 将所有的五计 规划到了本源 五祖 五道本源 五道的尽头 秦南微微一愣 脑海中冒出了诸多的想法 只不过这些想法 都是物理看花 始终朦朦胧胧 似有所获 又像是没有所获 他的修为境界 毕竟只是尊者 还未达到五圣 自然无法理解五祖奥妙 不过 这乱海五祖的一句话 倒是点醒了他 或许 他该尝试着 让自己一生的古术 地术 不断演变 回归本源 成为他自己的术 多谢前辈 秦南眼中 冒出了一道金光 大步一踏 在他身上 清新荡魔爵 凤凰击天术 凤凰是魂火 岁月刀意等等 演化出来 他整个人 像是一团不断闪耀的光火 连续变换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了 秦南在前进的时候 也感悟到了许多 虽然他还未领悟属于自己的树 但是各大古树之间 他切换自如 运用如同流水 对战起来 实力要再度提升一分 嗯 已经到问雪城了 秦南身形 从那虚空之中 跳跃下来 只见下方 有着一座巨城 通体冰雪 闪耀出来了 圣道之气的强大气息 在东周上域 每年都有着外来修饰 前往问道山 问道山自然也无法拒绝 所以设立了问雪城 在这问雪城内 出售一种专门抵御风寒的 问道草衣 只有披着这种衣物 才能抵御特殊的风寒 并且不会被问道山的人抹杀 秦南迅速进入城中 买了一件问道草衣 这问道山 跟问道老祖一个德行 真黑 一件草衣 居然要足足两万元石 把我身上的丹药 基本都耗光了 秦南脸色有点不好太看 这所谓的问道草衣 就是由一种活草制成 价值不足两块元石 吐了口气 披上问道草衣之后 在城中侍卫的指挥下 秦南走进了一个光门 从那光门中出来后 好 漫天的狂雪 席卷而来 那可怕的暴风 像是滔天巨兽 正在咆哮 无尽雪花之中 一座座大山的虚影 若隐若现 这上方 还真有人守着 秦南抬头看了看天空 在那天空之中 隐匿着几尊身影 修为都达到了尊者六重的存在 秦南收回目光 没有多言 朝着问道山 缓缓走去 这里的雪地 是禁止飞行的 大概一个时辰之后 秦南踏出最后一步 吐出了口浊气 在他的面前 浮现出来了一条冰川大道 蔓延着冰川大道 就可以笔直而上 踏入眼前的第一座冰山 彻底进入温道山 终于到了 秦南眼神中闪过了抹锐利的光芒 朝着那冰川大道走去 他刚刚踏上 嗡 战神左瞳 战神左臂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连续振战 极为兴奋 这种兴奋 像是遇到了久别的老友 本章完 第689章 名额令牌 果然 战神右臂 在这温道山深处 秦南吐出了口白气 神色凝重 众所周知 温道山 阶级极为森严 全部的36座冰山 分别对应了外门 内门 真传 长老 巨头 由外到内 只有地位 修为达到了某个地步 才能够进入温道山的核心冰山上 当然了 如果是外来修士 想要进入核心之地 几乎没有可能 问道宝窟 就是问道山的核心之地 先进去再说 到时候看看公羊 有着什么办法 秦南打消了顾虑 顺着冰川大道 朝着冰山上走去 没过多时 他就来到了冰山山顶 在这山顶上 树立着几十尊巨大的宫殿 簇拥一起 宛如一座大型城池 众多宫殿中央 则有着一个冰川道场 嗯 秦南脚步一顿 只见道场之上 有着数百位伞修 彼此交谈 气氛火热 秦南战神左瞳扫了眼 微微吃惊 这群伞修 大部分的修为 都达到了尊者 甚至还有好几个 都达到了尊者巅峰的地步 这是怎么回事 听说了吗 问道宝窟 今年好像发生了异动 嘿嘿 当然听说了 如果不是为此 我怎么会来 距离问道宝窟开启 明明还有三个月时间 怎么会发生异动吗 你知道内幕吗 内幕个屁 等会先进入问道山 到时候想办法 去问道宝窟看看 说不准 我就是被上天选中的人 哈哈 秦南倾听半想 立刻了然 原来 这问道宝窟 发生了异变 这群伞修 才被吸引过来 想要过去 探查一二 难道这问道宝窟 谁都可以进去 秦南脑海中 冒出了一个疑惑 泽泽 小子 等会你就知道了 这群问道山的王八蛋 都是一群吸血鬼 当初我还没成五祖之前 可是被他们坑了不少 乱海五祖 像是察觉到了疑惑 冷冷一笑 后来 你成为五祖 洗劫了他们不少东西 是血五祖 在一边补了剧 两大五祖 又开始掐架 秦南翻了翻白眼 这个乱海 喜欢吹嘘 极为活跃 是血的性格 较为直接冷冽 经常毫不留情的补刀 所以这两大五祖 有的时候 会像小孩子一样 不断骂架 还不亦乐乎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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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几道破空声 响彻起来 几名身负白衣的弟子到来 只不过这些弟子 都是问道山外门弟子 一身修为 紧紧武皇巅峰 欢迎各位英雄豪杰 来我们问道山 一道声音 响彻而起 一尊人影 跳跃虚空 直接降临 有着尊者五重修为 此人身形硕大 一双眼睛眯在一起 眼中好像有着 某种光在闪烁 给人一种 极其猥琐的感觉 在下张一寿 问道山内门弟子 张一寿扫了众人一眼 笑眯眯道 想必在场各位 都是慕名而来 我们问道山的规则 大家也很清楚 一天三百个令牌 三百个名额 一个名额 三万块元时 想要获取令牌 各位的身份 还有修为 也得如实展示 另外 三百人开外的英雄们 就得等第二天了 希望大家也别为难我 这一切都是规矩 说到这里 张一寿顿了顿 补了一句 道 想必大家都知道规则 领取令牌之后 只能在外门弟子的区域活动 如果想要进入问道宝窟 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 秦南听到这番话 总算理解了乱海无阻 三万元时 一天三百个名额 领取名额之后 还只能在外门弟子的区域活动 如果他猜得没错 外来修士 想要前去问道宝窟看看 恐怕还得缴纳巨额费用 或者是替问道山 去办成什么事情 现在大家开始排队吧 不能动用修为 也不能动武 否则的话 就失去资格 张一寿 话音刚落 在场的修士 都是脚步一踏 开始排队 先给杨哥传一条消息 秦南掏出了一块令牌 打出了一缕神念 在是血乱海盗时候 公阳和赵芳都留给他一块独特令牌 专门联系 随后他脚步一踏 战神左童微微一闪 身形就排入队伍之中 刚好第298位 秦南自然可以靠前一点 只不过 他想等到公阳来 那样的话 就省掉了三万块原石 他才不愿意 把原石交给问道山这群家伙 排队的修士 整齐有序 验证身份 释放气息 缴纳原石 获取令牌 一个个修士 也不断进入其中 没过多时 就已经进入了两百七十多名修士 快要轮到秦南了 秦南身后的 那群散修们 则是暗暗叫苦 今天没有排上 那么明天 又要重排一天 杨哥居然还没来 秦南脑门一黑 这时候 已经轮到两百九十名了 看来今天 这原石非交不可了 算了 秦南摇了摇头 到时候再想办法 好好坑问道山一笔 把原石坑回来 然而 就在这一刻 一边突生 嗖嗖嗖 几道强大的气息 破空而来 强悍的尊者之威 滚滚释放 席卷全场 全场散修 脸色惊异 没想到再问道山里面 有人还如此嚣张 纷纷抬头看去 就连秦南 也是不例外 哦 秦南眼睛一眯 这几道气息 一共十位 每一位修士 都是气息雄浑 非常庞大 除此之外 每个人的身上 都还有着一股浓郁至极的血气和杀气 好像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一样 这十个人 不简单啊 一身修为 都达到了 尊者七重以上 而且 他们每个人修炼的功法 都是如出一辙 如果连起手来 想必更为强大 秦南暗道一声 哼 几位阁下 此次前来 是不是要进入问道山 张一兽面色不变 笑咪咪道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们问道山 所有一切 都是按照规矩来办事的 想要获取令牌 就必须排队 以示公平 这实名修士 淡淡地扫了张一兽一眼 没有坑声 张一兽神情微微不悦 这里可是问道山 他张一兽不说多了 在这问道山里面 还是有几分势力的 就算这识人修为强大 又如何 是龙来了 也得给我盘着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气息恐怖的身影 直接冲来 看到那来人 张一兽的脸色 微微一变 本章完 第690章 公养到来 只见来人 身高一丈 浑身肌肉鼓起 头发根根树立 一双眼睛 更是血红一片 光是远远看去 就能感受到 一股庞大的气势压迫 此人有着尊者八重的修为 武魂也是地级八品 他修炼的功法 和这数十人 倒是有点相似 秦南眼中闪过了抹一色 如果不出意外 此人恐怕乾隆榜上有名 问道山 不愧是问道山 这几十年来 气韵昌盛 天才众多 师兄 你怎么来了 张一兽连忙拱手 态度充满了敬畏 完全没有了刚才那副模样 其他伞修 见此一幕 也是窃窃私语 此人恐怕就是石景涛了 乾隆榜上排名第三十一的存在 他怎么亲自过来了 不清楚 估计和这十位伞修 有点关联 那数十位 修炼同一功法的修士 见到石景涛 都是大步一踏 整齐滑衣 齐齐拱手 眼神闪烁 显然开始了神识交流 张一兽见到这一幕 心中咯噔一声 额头上浮现出来了抹细汗 这十名散修 显然和石景涛 有着亲密关系 虽然他在问道山中 地位不低 但是与石景涛这种乾隆榜上的天才相比 那就差多了 张一兽是吧 这十人 是我朋友 将令牌给他们 石景涛神色淡漠 居高临下 像是在命里 张一兽听得此话 不敢半点拖大 连忙道 原来是师兄的朋友 刚才树我眼镯 根本没有看出来 还请各位不要放在心上 若有机会 定然好好给你们赔个不是 这是令牌 你们收好 张一兽直接递过去十块令牌 那十名散修 微微汗手 将令牌收过 石景涛转过身去 就准备带着人 直接离开 秦南看到这一幕 眉头直接皱了起来 被这十人 拿走了令牌 不就正好三百个了 他岂不是无法进入问道山 要等到明天了 秦南身前身后的几个散修 脸色也有些不差 但是在石景涛面前 他们自然不敢表现出来任何的不悦 等等 秦南大步一踏 此言一出 全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满脸愕然 这个家伙 想要干什么 你有什么问题 张一兽态度浑然一变 严肃起来 身上露出了丝丝微压 石景涛和那十名散修 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依然准备离去 只不过秦南的一句话 就让他们的脚步 全部都停住了 名额令牌 按照规矩发放 需要排队 不得争抢 为什么他们没有排队 就可以直接拿走令牌 难道这名石景涛的身份 不一样 就可以坏了规矩是吗 秦南面无表情 缓缓说道 此言一出 全场散修 神色都是一变 这个青年是不是疯了 居然敢再问到山里面 叫嚣石景涛 张一兽脸色微微一变 怒火直冒 喝道 你是什么人 这关你什么事情 发放令牌 由我来管 我想给谁 那就是给谁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指手画脚了 本来被石景涛压了一头 张一兽的心情 多多少少 都有点压抑 只是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家伙 居然也敢来质问他 难道你以为你是石景涛吗 好一个坏了规矩 石景涛突然开口了 站在半空 俯瞰着秦南 咧嘴一笑 煞气十足 这位小兄弟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在问道山就是这样 实力为尊 这个规矩 我说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 最后十个字 犹如炸雷 乾隆榜排名三十一的威严 彻底迸发 不少散修 都是变了脸色 他们的修为 不过尊者出头 在这石景涛的气势面前 都会感受到浓浓的恐惧 唯有秦南 面色依旧不变 这个家伙 交给你处理了 石景涛见秦南依然气定神仙 眼中闪过了抹一色 随后收回了气势 瞥了张一兽一眼 直接扬长离去 虽然眼前这个青年 有几分修为 但是也根本不值得他亲自出手 没听到话呢 快给我滚 从此以后 你休想踏入问道山一步 张一兽看向秦南 力声一鹤 威风十足 好像这问道山 他便是王者 实力为尊是吗 秦南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这问道山的规矩 没想到如此残酷 不过 这样的规矩 他喜欢 应该来了吧 秦南抬起头来 看向虚空之外 你居然还不走 我看你是想死 张一兽露出了抹恶然之色 没想到这个青年 在自己的怒斥之下 不以为然 紧接着 他心中就浮现出来了抹杀意 石锦涛可以蔑视他 但不代表 你这个青年 就可以蔑视他 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 哄 大片的虚空 骤然坍塌 一股恐怖的威压 宛如洪荒猛兽般 汹涌而出 走在前方的石锦涛 还有那十位散修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全场散修 更是心脏狠狠一抖 光是这股气势 差点让他们的呼吸 都为之僵持 这是 张一兽神色大惊 抬起头来 朝着虚空看去 只见虚空之中 公羊化作的羊公 满脸淡然 踏步而来 一身气势 毫无遮掩 释放而出 就连那下方的 冰川道场 都露出了一丝丝的裂缝 与公羊相比 石锦涛的威压 就像是一个蝼蚁 杨公师兄 这一刻 石锦涛的脸色 也是勃然大变 满脸震惊 怎么回事 堂堂杨公师兄 怎么会亲自来到 这冰川道场上 这 张一兽 以及其他散修 都是到吸了口冷气 这可是杨公啊 问到山顶间的天才存在 身份地位 完全不逊色于长老 未来前途 更是不可限量 这种大人物 一直以来 都不会来到这个地方 今天怎么来了 公羊无视了众人的声音 在人群中扫视一眼 发现秦南之后 身上的威压 全部收回去 露出了一抹大笑 哈哈 你小子 终于来到温道山了 这抹笑容 发自肺腑 期待已久 是啊 终于来了 秦南嘴角 也忍不住露出了抹笑容 两只有力的大手 紧紧握在了一起 兄弟情义 丝毫未变 然而 眼前这一幕 对于张一寿 和那石景涛 以及全场众人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满脸震撼 这这这 这开什么玩笑 本章完 第691章 进入宝窟的方法 你若是不来 我今天连这山 都踏不进去 秦南淡淡一笑 公羊听得此话 脸上的笑容 缓缓收敛下去 目光朝着张一寿看了过去 怎么回事 尽管语气平淡 那种无形的威压 却荡漾开来 张一寿和远处的石景涛 都是猛然惊醒过来 脸色微白 额头上浮现了一层层冷汗 杨 杨师兄 张一寿咬牙道 刚才是史师兄 过来破坏规则 才导致没给你的朋友 发放令牌 这件事情 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石景涛脸色一变 双眸中又惊又怒 好一个张一寿 居然把责任 全部推倒了他的身上 滚 张一寿的话音 还未落下 公羊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眼 没有任何留情 哄 一股无形之力 轰击在了张一寿的身上 伴随着一声惨叫 张一寿瞬间倒飞而出 口吐鲜血 这一击 至少重创 公 公师兄 这件事情 不是他说的那样 我也没想到 这位阁下 居然是你的兄弟 石景涛见到这一幕 一丈高的魁梧身躯 吓得一个机灵 连忙解释 毫无刚才杀气腾腾的样子 是吗 公羊抬起手来 一股恐怖的风暴 在手掌心上 直接酝酿 四面八方的天地 仿佛寒冷下来 石景涛还有那十位散修 都是身形战力 想要逃跑 但是根本不敢 若是逃的话 那么下场更为严重 史师兄是吧 刚才你告诉我 在问道山 实力为尊 拥有绝对的实力 那就可以随意破坏规则 我今天也懒得伤你 把他们的十块令牌 全部给我交出来 就足够了 秦南对着公羊 摇了摇头 淡淡开口 这个 石景涛一正 没想到眼前这位神秘青年 提出了这个要求 莫菲 你不想 秦南一双眼睛 骤然锐利 恐怖的气势 在他身上 汹涌起来 尊者 八重 石景涛脸色一震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名青年 修为也如此可怕 而且 虽然眼前此子 和他修为相当 但是不知为何 他的心中 有着一种恐惧之意 在不断生疼 他有这种直觉 若是两人交手 他必然惨败 给 全部都给你 石景涛大手一抓 将那十块令牌 全部丢给了秦南 秦南拿着令牌 自己取了一枚 将剩余的九枚 分别丢给了刚才排队 剩下的九位散修 笑道 就当我送给你们的见面里 如果谁敢找你们的麻烦 那么到时候 不妨可以来找我 那九位散修 呆立当场 根本没有料到 走吧 公羊笑了笑 和秦南两人 直接离开 过了好半想 冰川道场上的众人 这才回过神来 眼神带着一点飘忽 刚才那一幕 宛如梦幻 你们九个 石景涛身后的十位散修 身上露出了抹杀意 直指 那拿到令牌的九位散修 他们才不甘心 令牌被这九个家伙拿走 让他们多等一天 等等 不要出手 今天的事情 就到此为止 石景涛突然摆手 立声喝道 大哥 那十位散修 满脸不解 公羊和那位神秘青年 都已经走了 何必忌惮 虽然那位神秘青年 那样说了 但是绝对不会插手里 会这种小事的 你们若谁敢违背 那我们就断绝关系 石景涛的脸色 更加严厉 十位散修 齐齐一阵 见他这副表情 就知道他是认真的 尽管不解 依旧点头 你们啊 石景涛摇了摇头 伸手捂住了心脏 他能够在问道山里面 达到乾隆榜31名 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武魂 还是因为 他一直都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知为何 在那神秘青年走了之后 他心里有了种错觉 就连阳公 都无法与那神秘青年相比 秦南和公羊二人 在天空之中 缓缓飞行 隐匿在虚空之中的那些守卫们 见此一幕 都是心神一震 不敢出手阻拦 问道山 禁止飞行 但也有看是谁在飞行 秦南 公羊感慨一声 传音道 你到时候记住一点 在这个问道山里面 只要你有实力 那么所有一切 都不是问题 山不问道 实力为尊 秦南微微一愣 明白过来 点了点头 这个问道山 教导弟子 的确与众不同 和当初的飞扬圣地 有些类似 对了 你此次过来 所为何事 公羊想起什么 开口问道 脸上也露出了某傲然 道 不是我说大话 凭我如今的实力身份 一般的事情 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解决 问道宝窟 秦南脸色凝重 道 杨哥 我必须要进入 问道宝窟一趟 要进入问道宝窟 公羊脸上的傲然 瞬间消失不见 双眉紧紧皱在一起 怎么了 秦南见他这番模样 立刻问道 你有所不知 上次是雪乱海 我的失败 导致了我的师尊 对我有了看法和怀疑 如果是在以前 你想要进入问道宝窟 没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 前一阵子 问道宝窟发生异变 导致更加难进入了 公羊脸上露出了抹无奈 道 现在的话 你要进入问道宝窟 只能靠你自己了 秦南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失望 通过刚才那一幕 他也清楚 在问道山里面 是非常现实的 公羊上次失败了 他师尊对他有了看法和怀疑 也很正常 说到底 再是血乱海 公羊也是为了帮他 要怎么去做 秦南继续问道 做法很简单 公羊深吸了口气 眼中露出了抹敬佩 缓缓开口 问道宝窟 位于问道山最中央 在那个地方 有着一尊长老镇守 此人名为瞎眼剑客 传闻乃是问道山的元老 资历更在问道老祖之上 就连问道老祖 对他也要恭恭敬敬 传闻他曾受过重创 修为大爹 不如以往 才主动请鹰 镇守问道宝窟 只要能通过他的考核 就能够进入其中 本章晚 第692章 瞎眼剑客 有点意思 秦南眼中闪过了抹锋芒 走 公羊带着秦南 朝着问道山主山 静止飞去 在这短暂的路途之中 秦南对于整个问道山的体系 也彻底清楚了 36座山峰 12座山峰 为外门弟子 10座山峰 为内门弟子 8座山峰 为真传弟子 五座山峰 为宗门长老 而且 规矩非常森严 内门弟子 永远不得越规 踏入真传弟子的山峰内 否则的话 一律绞杀 公羊 就是问道山 五大真传弟子之一 到了 公羊脚步一顿 他们两人的身形 已经来到了这主峰之下 抬头看去 这主峰 高耸入云 气势磅礴 哪怕是当年的青龙第一峰 与之相比 都要逊色无比 隐隐约约 也能看到 在那主峰山巅上 还有着一尊可怕的宫殿 吞吐着磅礴气息 秦南战神左瞳一扫 不出意外 直接被挡了下来 根本无法动彻 这主峰上的宫殿 恐怕是类似于掌教殿的存在 恐怕要比白虎城 更为恐怖 秦南暗道一声 眼神异疑 落在了眼前 从主峰之上 有着无数大道 蔓延而下 大道尽头 一片风雪 让人感觉 朝着上面走去 不知会到何方 他们眼前这条大道 与众不同 一层层台阶 里面流动着古老的符纹 每一枚符纹 都像是眼球一般 盯着外面的一切 这是天眼道 乃是曾经无祖的存在 布下的阵法 走在这上面 如果是外来修饰 改变了容貌等等 都会被一眼看出 然后将影像 传送到其他地方 龚阳解释道 踏步走了上去 当初他第一次 走这天眼道 都还有点紧张 多亏了红尘变神术 玄奥无比 连天眼都无法看穿 原来如此 秦南眼中露出了 抹赞叹 这天眼道 毫无疑问 就是为了防止 温道山的敌人溜进来 虽然他很不耻 温道山 但是不可否认 作为四大势力之一 现在隐隐有了 四大势力之首的温道山 底蕴相当深厚 极其可怕 两人踏上天眼道 不断向前 对了 问道宝库的一变 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南想了起来 如果没错的话 一变之事 定然与战神右臂 有所关联 只是具体的情况 他还需要了解 应该是发生在几天前 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真正闭关 不过我听说 这件事情 将问道老祖等人 都全部惊动了 甚至还有各大天才人物 散修强者 都是闻讯而来 公羊摇了摇头 连问道老祖都惊动了吗 秦南眼中 闪过了丝光芒 接下来 两人的身形 彻底走出了天眼道 来到了主峰的半山腰上 秦南的左瞳 还有他的左臂 都散发出来了一阵嗡鸣 更加剧烈 如果不是秦南镇压的吉时 恐怕会引出一阵异响 这股神秘的联系 来自于大山内部 秦南按道一声 抬起头来 朝着前方看去 只见到 这半山腰上 出现了一片古老的青石道场 尽管这道场 没有任何波动 依然有着股沧桑之意 此时此刻 道场上人满为患 不少强大修饰 早已到来 在道场尽头 有着一尊长达 足足三十丈的巨洞 洞口之处 闪耀着一层玄妙的光芒 像是一层光照 使得洞内洞外 与世隔绝 洞口外方 盘踞着一名老者 老者双目紧闭 眼皮上分别有着一道伤疤 头发散乱 背后背负着 一把神秘古剑 任凭天空大雪飘舞落下 也是无法落到 老者方圆十米之内 这就是瞎眼剑客 秦南战神左瞳一扫 精神狠狠一震 在刚才 他竟然在这瞎眼剑客体内 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毁灭气息 这毁灭气息 就好像是一条大虫 正在瞎眼剑客体内 不断肆虐 好像正在蚕食着瞎眼剑客的修为 如果没错的话 就是这毁灭般的气息 让瞎眼剑客 受到了重创 我带你过去 公羊的气势 在这一刻 浑然一变 修为直接爆发 如同神剑出鞘 问道山 强者为尊 他身为五大真传弟子之一 自然要展现修为 果不其然 青石道场上的各大修士们 纷纷惊醒 扭头看来 一看之下 脸色大变 杨公 居然是杨公师兄 他怎么来了 咦 在他身边这个年轻人 我从来没见过 这群修士们 有问道山的弟子 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散修 他们今天到此 都是为了进入问道宝库一看 只是 他们不曾想到 连杨公这等天才 都亲自到来了 不知不觉间 人群自动散开 露出了一条道路 直通瞎眼见客 公羊面无表情 和秦男并排走去 是杨公吗 在两人走了数十步的时候 盘踞在洞口的瞎眼见客 突然开口 声音沙哑 又富有雌性 怪异至极 好像是腐朽的几重大门 同时推开 道场上的各大修士和弟子们 都是脸色一震 杨公不愧是杨公 他们之前到来 任凭他们怎么呼唤 瞎眼见客前辈 都将他们无视了 现在杨公到来 瞎眼见客前辈 就主动开口了 前辈 此次前来 是有一事相求 此人是我从小的兄弟 有着过命的交情 他听说了 问道宝窟发生了一遍 所以 就前来问道山 想要进去宝窟之 公羊大步一踏 走上前去 恭敬开口 这种恭敬 不是作假 而是发自肺腑 秦南站在一边 也是拱手 只不过 他的一双眼睛 时不时地看向了 问道宝窟的入口 那种呼唤之感 越来越强了呀 先等等 瞎眼见客 嘴角像是泛起了一抹笑容 又像是没有笑 秦南和公羊 听的此言 都是一愣 就在这时 哄 一声暴响 一道身影 大步流星般 踏步而来 气势恢弘 全场众人 就连秦南 也是扭头一看 只不过这一看之下 秦南的脸色 就变得古怪起来 眼前这个人 赫然就是住行啊 只不过现在的住行 与以前不同 一张脸色 变得阴柔起来 双目之中 时不时地闪烁寒光 很显然 是血乱海一行 给他的内心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改变了他 本章完 第六百九十三章 看剑痕 物剑意 住行 他怎么来了 伤到蒙仲宝 他们窥探问道宝窟多年 这次一变 来了也很正常 嘿嘿 段青钥匙来了 那就有意思了 全场散修弟子 窃窃私语 是血乱海一事 众所周知 住行在这段亲手上 更是连连受挫 住行原本阴柔的脸色 听到四周的话语 变得极其阴沉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 都给我闭嘴 就在这时 一声立合 响彻起来 宛如天雷炸开 秦南都是身躯一阵 这一吼声 极其不凡 对人的心境 会造成无形影响 若是修为差的话 恐怕会心境溃散 成为呆痴 整个道场 在这一刻 都陷入了死寂之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齐扭头看去 只见一名青年 缓缓踏步而来 尊者巅峰的气势 毫无这样 此人一身上下 最为奇特的 就是一双眼睛 每一颗眼中 都有着十八个血点 蓄乱无章 时而向阵法 时而向深渊 五号 全是五号 他居然都亲自来了 全场散修 弟子 脸色大变 一双眼中 露出了抹身身的 敬畏和恐惧 哪怕是公羊到来 也不曾如此 还在说话是吗 五号脚步一顿 那双眸中 一股血光 若隐若现 仿佛随时随地 都会喷发 全场散修弟子 心中都浮起了种寒意 喉咙像是被死神捏住 根本不敢再开口吭声 五号见此一幕 眼中露出了磨满意之色 他这个人 最讨厌的 就是一些蝼蚁 在他面前锅躁 地级九品五魂 尊者巅峰修为 不对 应该是达到了 无敌尊者的地步 除此之外 他的那一双眼睛 乃是某种天生一瞳 具备着非常恐怖的神威 秦男左瞳一扫 就将五号浑身上下 全部洞彻 五号的尊者之力 已经超出了 九百九九十九旅 达到了一千旅 这种人称之为无敌尊者 哪怕是公羊 都还没有达到这种境地 哦 阳光师殿 居然也在这里啊 稀奇 实在是稀奇 五号眼神一转 看到了公羊 嘴角微微上扬 像是发现了猎物一样 见过五师兄 公羊眼中闪过了抹冰冷 面无表情 拱手说道 在问道山五大真传弟子之中 他排名最末 这名五号 排名第四 由于近两年来 公羊火速崛起 让五号感受到了一缕危机 所以在宗门内 五号屡次出手 针对公羊 这短短一瞬间的对话 秦男已经知道 这两人之间 水火不容 互相敌对 阳光师弟 此次过来 莫非是为了这问道宝库 嗯 这是谁 五号此时才发现了 公羊身边的秦男 不过他上下扫了一眼 就发现了秦男的一身修为 只有尊者八重 当下失去了兴趣 他还以为公羊的朋友 也是什么绝世天才呢 一个朋友而已 公羊淡淡道 就在这时 瞎眼见客突然道 各位天才 已经聚齐了 那么各位 就准备进行考核吧 此次考核 有所不同 你们全场众人 只有一个人 能够获得资格 进入问道宝库 此言一出 让全场众人 脸色齐齐大变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次瞎眼见客 居然只让一个人 进入宝库 要知道 平常的时候 都是数十人 可以获得资格 要清楚 只有一个人 获得资格的话 他们这些弟子 修士 怎么和阳公 祝行 五号这种天才相比 哪怕是公羊 一张脸色 也微微一沉 此次秦南前来 问道山 找他帮助 他身为大哥 若是不能让秦南 顺利进入问道宝库 他定然心中有愧 呼 公羊深深吐出了口气 拳头悄然攥紧 他本来没有这个打算 现在看来 他也得参赛了 毕竟五号和助行的威胁太大 到时候 他要是获胜 可以将进入宝库的资格 让给秦南 前辈 这场考核的内容是什么 饶事五号和助行 眼神也凝重起来 虽然五号瞧不起公羊 但是不得不承认 公羊是一个值得 认真对待的对手 考核的内容非常简单 瞎眼见客 突然想到什么 淡淡道 在说考核内容之前 提醒大家一句 此次考核结束之后 一个月以内 无论任何人 哪怕是请动了 问道老祖来说请 我也不会让他 进入问道宝库 下次进入 就必须等到三个月后 问道宝库正式开启了 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脸色 再度大变 一直以来 问道山拿问道宝库 都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 问道山才会让外界的散修 通过考核 完成任务的方式 可以进入宝库一关 在给问道山带来利益的同时 也说不定 有着奇人出现 能够引动问道宝库 最主要的是 他们此次前来 都是为了看看问道宝库的一变之处 若是一个月之后 恐怕都恢复平静了 到时候 他们还怎么查探 公布考核内容 非常简单 看见痕 误见义 谁先误出 谁就获胜 如果同时误出 那就鄙视威力 瞎眼剑客 直接无视了众人的心情 手指曲起 朝着地面一滑 哄 一股通天的剑意 喷发而出 将整个道场 一展为二 那恐怖的剑意 像是烙印一样 深刻其中 凝聚不散 磅礴惊人 众人眼神一惊 光是这剑意 毁灭他们 就绰绰有余 居然是看剑痕 误见义 秦男眼中 闪过了抹锋芒 这次运气不错 考核内容 正好是他的强项 现在开始 瞎眼剑客丢下一句话 气息再度平静下来 然而 众人却不知道 他那紧闭的双眼 眼皮微微动了动 仿佛想要睁开 好好看一看各位天才 数千年了 这个人 真的会出现吗 瞎眼剑客心中 喃喃自语一声 哭瘦的大手 悄然握紧 本章完 第694章 剑与刀 此时此刻 轻蚀到场 全场修饰弟子 回过神来 眼神齐刷刷 看向了这道宛如大钩般的剑痕 所谓感悟剑意 就相当于考验五级天赋 这种时候 一分一秒 都极其珍贵 当下不少弟子修饰 盘膝而坐 心神释放 笼罩剑痕之上 仔细感悟 哈哈 原来是感悟剑意 一声大笑 突兀响起 赫然是五号 五号 原名本不是如此 只是后来 他天生一同 在五级方面 展现出来了绝高的五级天赋 从此改姓为五 如果说论五级天赋 整个问道山 他自认第二 就无人敢称第一 祝行也知道 五号的天赋强大 微微松了口气 这次机会难得 他可不想多生什么变故 公羊面无表情 嘴角上扬 他当然知道 五号的五级天赋强大 可是在强大 跟秦南能够比吗 秦南的五级天赋 别说上与东周了 必然是苍蓝大陆 最为顶尖的存在 这场考核 就是专程为秦南准备的 嗯 公羊怎么这么轻松 五号瞥了一眼公羊的表情 心神一沉 难不成对方有着什么把握不成 按理来说 公羊的五级天赋 也比不过他 他这般轻松 难道是 对他身边的这个青年 有着信心吗 五号扫了一眼秦南 摇了摇头 现在别想那么多 感悟剑意 才是王道 这一刻 五号 筑航 公羊 秦南四人都开始盘膝而坐 心神散发 感悟剑意 与众人不同的是 秦南左眸睁开 一直扫视着这一道剑意 这道剑意 极其刚猛 出世如龙 这也导致了 剑意留下 久而不散 与曾经三刀剑留下的刀意 完全不同 是两种风格 秦南大脑思绪如电 对于这道剑意的理解 也变得逐渐清晰 整个道场 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每个修士 每个弟子 都在感悟 瞎眼见客 盘坐洞府之口 一动也不动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一炷香 两炷香 三炷香 直到石炷香的时候 两股气息 几乎同时爆开 带着一股强悍磅礴的剑意 与瞎眼见客的剑意 如出一辙 整个道场 就像是平静的湖水 投进了一头火龙 瞬间震飞 才石炷香 全就领悟了 竟然还是两个人 是五号 五号的五级天赋 果然强悍 但是 这个家伙是谁 我不认识啊 好像是跟着阳公师兄来的 他的五级天赋 居然能和五号 都为之比拟 全场修饰弟子 眼睛齐齐睛睁开 看向秦男的眼神 带着浓浓震撼 能和五号的五级天赋相比 此人也未免太过恐怖了吧 五号和助行的脸色 也是微微一变 这个结果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阳公 五号脸色略有一点阴沉 冷笑道 你这带来的朋友 五级天赋 能够与我媲美 不得不说 真是够强啊 五号这个时候也明白过来 难怪当初的公羊 那般轻松悠闲 然而 公羊的脸色 却是充满了恶然 看向秦男的眼神 带着浓浓的疑惑 怎么回事 五号的五级天赋 居然能和秦男媲美 这不应该啊 要知道 秦男可是连死神台 都为之称暴的猛人 都安静下来 瞎眼见客 在这个时候 但莫道 两人同时感悟建议 那么现在 就来比试 看谁的建议 更加强大 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五号和秦男的身上 虽然他们现在失望不已 但是他们非常想要知道 是五号胜利 还是这神秘青年胜利 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放眼整个上语东周 你可是唯一一个 能够与我的五级天赋 与之相比的人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让你荣耀了 但是 这场比赛 赢的必然是我 五号一双眼睛 猛然绽放谢光 他的手指 朝着道场 狠狠一划 轰隆 磅礴的剑意 吞吐而出 带着可怕的力量 将整个道场 撕裂开来 沟壑之中 喷吐的剑意 与瞎眼剑客如出一辙 只是威力方面 要逊色一点 好强 全场散修弟子 都是神色精异 短短十柱香 五号几乎将瞎眼剑客的那一指 彻底领悟了 轮到你了 五号脸上露出了魔满一只色 这等浓厚的剑意 眼前这个青年 想要超越的话 根本不可能 秦男走上前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 脸色如常 他没有动手 反而对着瞎眼剑客拱手道 前辈 我有一事要说 我这个人 不会用剑 只会用刀 所以 哄 瞎眼剑客的身上 一股可怕的气势 猛然吞吐起来 天空之中的风雪 像是被一剑斩中 竟是朝着左方 右方 滚滚分开 不敢当头落下 这股可怕的气势 直接锁定了秦男 怎么 难道你瞧不起剑吗 刀有什么好 剑 才是兵中王者 瞎眼剑客一字一句 宛如众雷 磅礴浩瀚的气势 席卷全场 就像是一座大城 压在了众人的肩上 几乎将他们压得 直接跪下 秦男刚才的话 毫无疑问 让瞎眼剑客 心中极其不爽 因为他这一生 只喜欢剑 也只用剑 相反他对于用刀的人 还带着一点点鄙 秦男面色依旧不变 这等威压 还不足以让他骇人 前辈 你别误会了 无论是刀 还是剑 都要看使用的那个人 没有强弱之分 秦男拱手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因为我不用剑 所以我不会释放剑意 我只能将你的剑意 转化成我的刀意 秦男手指曲起 朝着下方 狠狠一展 一道寒光 仿佛喷涌出 磅礴的刀意 将这道场 撕裂开来 刀意凝聚 久而不散 与瞎眼剑客的剑意 如出一辙 浓厚程度 也是完全不输于五号 这 这一刻 全场众人 就连五号 眼中都露出了抹震撼 开 开什么玩笑 眼前此人 难道在这十炷香时间内 感悟了剑意 然后再将剑意 转化成为了自己的刀意 那他的武技天赋 是要何等恐怖啊 孰强孰弱 高下立判 本章完 第695章 入宝窟 剑战神 这次考核 看剑痕 物剑意 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比拼武技天赋和悟性了 我虽然特别讨厌用刀之人 但是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你胜利了 那么进入问道宝窟的资格 也就是你获得了 瞎眼剑客语气之中 带着一丝不情愿 这番话 他倒也是真心实意 他就是讨厌一切用刀之人 全场众人 骤然惊醒过来 看向秦南的眼神之中 依然带着浓浓的震撼 这名神秘青年 到底是何来头 连五号都不是对手 公养也松了口气 哑然失笑 秦南这个小子 还真是直来直去 连稍微变换一下 用一下剑都不去做 非要将剑翼 变成自己的刀翼 唯有五号 一张脸色 阴沉得可怕 败了 他堂堂五号 居然败了 而且 还是败在一个 无名小卒的身上 该死 五号一双眼中 涌出了冰冷的杀意 如果不是瞎眼剑客 在此的话 他恐怕会直接出手 动用最强杀招 将眼前这名神秘青年 直接毁灭 祝航也惊醒过来 脸色颇为难看 他本来对进入问道宝窟 有着绝对的把握 没想到现在又失败了 到时候 他回到商道盟 该如何向盟主交代 算上是血乱海 那他就失败了两次了 这位 这位阁下 在下祝航 有一事相求 等会 你进入问道宝窟 关于问道宝窟里面发生的一切 能不能告之于我 你放心 无论是什么宝物等等 我们商道盟都会给你 而且 我祝航 也会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祝航走上前来 挤出笑容 对着秦南 直接传音说道 眼下大局已定 他心里再怎么不爽 也无济于事 所以只好低下头颅 开始祈求这名青年 当然了 祝航有着十足的把握 毕竟面对这些好处 还有他的一个人情 想必这位青年 会卖他一个面子 秦南一愣 根本不曾料到 这个祝航 居然会来求他 看来这个商道盟 对于这问道宝窟的事情 非常在意啊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你 不要烦我 秦南嘴角勾起了模糊度 毫不客气 直接传音 祝航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 还有一点实话 不认识他 开什么玩笑啊 他堂堂驻航 虽然整个东周 不是人人皆知 但是各大天才 各大势力 绝对知道他的名号 那为什么这个青年 会如此开口呢 他好像和对方 没有什么恩怨纠葛吧 接着 就在驻航胡思乱想之际 瞎眼见客 抬起手来 屈指一弹 一缕七彩之光 像是一束火焰般 落在了秦南的身上 瞬间覆盖秦南全身 使得秦南 成为了七彩之人 现实一炷香 快去 快回 若是超过 直接杀死 瞎眼见客 念无表情道 多谢前辈 秦南拱拱手 对着公养使了一个眼神 没有任何犹豫 大步一踏 冲入了那巨大洞口的光门之中 全场散修弟子 眼睛都是瞪大 恨不得在最后一刻 取而代之 进入宝窟中 你们所有人 给我离开吧 瞎眼见客冷淡道 他的声音不大 却含着一股威势 让人无法忤逆 钱 五号想要说什么 但是感觉到瞎眼见客身上的气势 咬了咬牙 恨恨地瞪了公养一样 转身离去 全场散修弟子 也无可奈何 只得离开 整片道场 立刻安静下来 瞎眼见客 屈指一弹 竟是打出了一道剑意 像是道扣的大碗 将整个道场 笼罩其中 这是一种剑道禁止 施展开来 哪怕道场上发生大战 外界 也无法察觉嘶吼 不会是这个家伙吧 瞎眼见客的语气 带着一抹精衣 当秦南跨入光幕之后 他的身形 安然无恙地 踏入了问道宝窟之中 终于进来了 秦南吐了口气 这个时候 他的左瞳 他的左臂 还有他全身的血液 都像是遭受到了什么刺激 开始散发出来了一股股 无形的力量 秦南也清晰感受到 在那远方深处 有着一股熟悉的气息 正在吸引着自己 在秦南丹田内的乱海无阻 是雪无阻 原本正在恢复修为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睁开双眼 朝着四周看去 一看之下 就露出了抹惊讶 这不是问道宝窟吗 你怎么来这了 秦南直接无视了 两大无阻的疑惑 抬起头来 朝着前方看去 这一看之下 他的眼神之中 露出了抹浓浓的震撼 这 根本不是一个洞 而是一方世界 脚下乃是一望无际的 暗红色土地 头顶之上 则是无穷无尽 没有边缘的黑暗 像是置身于无尽虚空中 并且 在那头顶的黑暗上 一尊尊的一宝 悬挂齐上 闪烁光芒 犹如是夜幕之中的漫天星辰 在这等浩瀚巨大的世界之下 秦南的身影 就宛如一棵树 一棵草 那般渺小 这 便是问道宝窟 这里的一宝 秦南过了好半想 才回过神来 语气之中 依然带着一抹震撼 他刚才动用战神佐童 粗略一扫 这天穹上的一宝 就像是天空之中的星河 数量庞大 难以估算 咚 咚 咚 秦南的心脏 在这一刻 突然剧烈跳动起来 一种神奇 玄妙 熟悉的古老呼唤 从那深处 再度响彻起来 要比刚才更为剧烈 甚至 秦南都下意识地 抬起自己的双脚 缓缓走去 卧槽 段青小子 你怎么了 乱海无阻 吓了一大跳 段青这副模样 简直就像是一个 被人操控的傀儡 正在一步步走向黑暗 走向灭亡 秦南听到这一赫声 清醒过来 脚步一顿 没过多久 又抬起脚步 缓缓走去 这一次是他主动前去 因为在这前方不是黑暗 也不是灭亡 而是重逢 本章完 第696章 众艺宝 断天刀 一步一步 在这暗红色的土地上 不断前进 毫无声响 秦南的心情 不知为何 在这个时候 有起初的欣喜 期待 向往等等复杂心情 变得平静下来 曾经获得战神左瞳 战神右臂 都是在意外巧合之下 这一次 是他主动过来 段青 卧槽 你小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乱海无阻尖叫一声 就连是雪无阻 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不必担心 我没问题 秦南摇了摇头 见他神志正常 两人都同时松了口气 呵呵 我会担心你 我就是好奇问问 乱海无阻面露不屑 他和是雪 之所以上心 还不是因为 秦南被控制了 他们就没有复活的希望了 秦南摇了摇头 没有吭声 哎哟 卧槽 这不是吃夜雨吗 居然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被人取走 奶奶的 这把枪可是厉害啊 一枪捅出 方圆百里 都会发出火焰爆炸 就连一般的半部地气 都无法相比 乱海无阻 突然发出了声夸张的尖叫 秦南抬头一扫 在那天穹之上 一顶长达三丈 通体火焰 闪烁金光的大枪 静静悬浮 吞吐出来了恐怖的威压 这种一宝 与所谓的圣道之气 半部地气 完全不同 一宝 乃天地孕育 出生以来 就会有独特的威能 有的一宝 可以比地气还要强大 也有的一宝 连灵气都不如 只不过 问到宝窟的一宝 就与众不同 数十万件宝物 基本上都是威能恐怖 每一件宝物 都有着赫赫威名 被无数东周强者惦记着 奶奶的 恒例血刀还在这里 就连一向少言寡语的是血无阻 也突然抱了句粗口 他对那把刀 可是垂涎三尺 配合他一身修为 能展现出来了绝强的威能 只是 他多次努力 都无法将之获得 有喝 无言鼎也没被人取走 妈的 这无情无法见证 居然还在这里 这么好的宝物 难道昔日那群天才们 眼瞎了吗 连他都不取走 这是血盲灵 血盲灵啊 两大无阻 在这一刻 完全失去了风采 夸张尖叫 问道宝窟 犹如一个宝物事件 哪怕是无阻 也无法保持淡定 否则的哈 问道山也不会耗费 数千年的时光 都想要将这宝窟里面的东西 全部获得 一旦获得的话 那恐怖的程度 将难以想象 秦南完全无视了两人的声音 他对这里的其他宝物 兴致缺缺 忽然间 秦南立刻看到 在这前方 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光幕 光幕呈现出来了彩虹色 一股可怕的威压 犹如潮水般 汹涌而出 在这威压之下 哪怕无阻 都是蝼蚁 这是 战神的气息 秦南一双眼中 骤然爆射出来了无尽金光 战神右臂 就在这彩虹光幕之中 段青 不要再前进了 这个光幕里面 藏的宝物 就是问道宝库的质宝 这数千年以来 哪怕是五祖强者 想要强行闯入其中 都会遭到雷霆般的打击 乱海五祖的脸色 豁然一变 严厉叮嘱 他怕秦南脑袋一热 就冲入其中 对 不要乱来 就连是雪无祖 也是开口喝道 刷 秦南的身形 毫无犹豫 大步一垮 朝着那光幕 狠狠冲去 你 乱海五祖 和是雪无祖 一同瞪大了眼睛 卧槽 他们刚刚才警告过了 这个段青 居然就这样冲进去了 这尼玛不是自寻死路吧 拦下他 两大五祖 脸色大变 就要施展手段 将秦南拦下来 不知为何 这个时候 秦南的身上 展现出来了一股绝强的力量 就连他们二人 都无法将之阻挡 秦南的身形 就这样撞击在了光幕上 完了 两大五祖只感觉眼前一黑 他们两个 曾经为了复活 进入天机道 得到了天机婆婆相助 好不容易遇到齐南南 有了一线生机 如今 居然被这个疯子 一起连累了 这死的 简直窝囊憋屈啊 嗯 两大五祖很快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一看之下 脸上露出了抹震撼 怎么回事 段青这小子的身形 居然冲过了光幕 没有任何影响 这 这不符合逻辑啊 段青这是怎么办到的 秦南冲过光幕之后 完全没有理会两大五祖的震惊 目光朝着前方看了过去 只见到 光幕之中 悬浮着一尊古老的祭坛 祭坛之上 雕刻着种种妖兽花纹 种种仙神身影 尽管毫无波动 依然有着无形的神魔禅畅 响彻四周 万籁俱静 到心震动 祭坛正中央上 跪着三具白骨 白骨举起双手 头颅威痒 好似虔诚仆人 白骨中央 一把刀 静静悬浮 这把刀 没有花纹 没有符文 没有静止 没有任何特殊 就像是一把普通的刀 然而 就算如此 无论是谁 无论任何修为 见到它 就得臣服 就得跪拜 它不只是刀 它是王 它是神 它是至高无上 这 秦男脸上露出了抹震撼 怎么回事 不应该是战神右臂吗 怎么会出现一把刀 而且 他在这把刀之上 感受到了极为浓郁的战神气息 难道是说 这把刀 乃是战神右臂所化吗 乱海无阻 和是雪无阻 看着这把刀 身形瑟瑟发抖 他们刚才在看到刀的刹那 遭到了一股极大的冲击 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不是在秦男体内的话 他们恐怕会瞬间跪下 过了好一会 两大无阻 才彻底惊醒过来 眼中露出了抹骇然 这把刀 他们非常熟悉 而且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不只是说他们 应该说 整个苍蓝大陆的强者们 对于这把刀 都非常熟悉 断天刀 全是断天刀 他 神真的存在 两大无阻 彻底失声 三百年前 在苍蓝大陆之上 流传着一个世纪 一代断天大帝 在登陵武神之际 突然选择了放弃 他以肉身为锤 为鲜血为影 以雷结为火 以自己无尽的修为 当作锤法 用一尊神秘之物 锻造一刀 此刀 名为断天 传闻 得此刀者 将要斩断这苍蓝的天 本章完 第六百九十七章 因为你爱刀 断天刀 秦南压住心中的澎湃热血 眼中露出了抹疑惑 这哪里是什么断天刀 明明就是战神幼壁 奶奶的 断青 你说实话 你和这断天刀 有着什么关系 卧槽 你要是获得了此刀的话 那么从今往后 将会无法想象 逆天改命 那都是必然的了 堂堂乱海无阻的情绪 在这一刻 都已经无比续乱 说话毫无章法 你们三个 给我滚开 就在这一刹那 一道仿佛来自无尽太古的声音 骤然炸开 整个世界 整个宝窟 好像都为之崩溃 乱海无阻 和是雪无阻 都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那无与伦比的可怕力量 宛如洪荒一般 硬生生冲撞到了 他们的脑海深处 刹那间 两大无阻 直接晕厥过去 不省人事 除此之外 就连秦南十海之中的铜镜 剧烈阵战 吞吐无尽光芒 那来自九天之上的神秘女子的气息 不断降临 尽管如此 在坚持了千分之一个呼吸的时间后 铜镜瘟鸣一生 像是遭到了巨大破坏 死寂下去 天地四周 猛然巨变 祭坛不在了 宝库不在了 所有一切不在了 四面八方 变成了秦南脑海中的太古梦境 黑暗无穷 古老世界 悬浮上方 只不过 这一次 在秦南的面前 还有一把刀 那把乱海无足口中的断天刀 是 你吗 秦南不知为何 他的声音 带上了一点沙哑 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在他心中 久久生疼 凝聚不散 仿佛 一对好友 数万年后 重新相见 哼 断天刀上 一抹璀璨光滑 冲天起 化作了一尊身影 这尊身影 傲视天地 俯瞰万界 霸气如虹 任何强者 任何东西 在他面前 都是蝼蚁 他 乃战神右臂 是我 战神右臂 凝视着秦南 到三百年了 你也开始成长了 虽然如今的你 依旧渺小无比 但是 好歹心道等等 没有让我失望 古老的声音 震动整个世界 他就像是一个 注视着晚辈的前辈 一字一句中 有着关怀 有着欣慰 我 秦南张了张嘴 竟然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不过如今的他 早已惊非惜彼 深吸了口气 终于压住了 心中的情绪 问道 你为什么变成了刀 哈哈 战神右臂 突然一笑 我听青龙圣主说 你爱刀 所以我就委托了一个家伙 把我炼成了刀 一句话 秦南的心神 猛然俱阵 你爱刀 我就变成刀 这是何等巨大的期待与爱护 秦南 战神右臂一双眼睛 突然变得无比深邃 我在这问道宝枯 就是一直在等你 现在 你终于来了 战神右臂的声音带着一丝感慨 道 这里数十万件宝物 也都是我为你准备的小礼物 只要你拔起我 握住这把刀 那么这所有的一切 以及我 都是属于你的 战神右臂的声音之中露出了抹期待 秦南的心神 再度犯起了一阵炸雷 拔起断天刀 不仅仅是获得了战神右臂 整个温道宝枯 所有的宝物都会为之追随 光是想想 挥刀而起 无数宝物 为之沸腾 犹如众多臣子 朝拜王者 这等浩瀚阴雾 无人可以拒绝 当然了 战神右臂的画风 突然一变 散发出来了滔天杀意 这把断天刀 只配天地英雄 不配任何狗熊 你虽是战神之主 获得了我的认可 但你若要拔出此刀 就一定要给一场胜利的战争 唯有无数的鲜血 才能唤醒断天刀的锋芒 这一句话 让秦南的心神猛然一正 一定要给一场胜利的战争 要无数的鲜血 才唤醒断天刀的锋芒 这一刻 秦南骤然明白 战神右臂的意思 非常简单 在拔出断天刀之后 众多一宝 为之追随 整个温道山 定然会随之大乱 再加上 秦南和温道老祖 本身就如同生死大敌 秦南无论怎么变化身份 无论怎么逃跑 都定然无法避开这一战 与温道山直接开战 这一战 必须胜利 否则的话 断天刀哪怕拥有绝世神威 也定然无法重现于世 与一把普通的刀 不会有任何的区别 你 拔刀吗 战神右臂的一双眼睛 死死地看向秦南 秦南的战神左瞳 战神左臂 都在这一刻 发出了滔天光芒 来自千年的等待 来自青龙圣主的守候 一一演化 悬浮虚空 这就犹如是三位师尊 正在看着自己的徒弟 看着他的抉择 秦南双眼茫然 这段天刀 就在他的面前 不足半掌之远 他只需要踏出小小的一步 伸出手去 就可以将这绝世神刀 握在手中 握住这把刀 他就可以号令珠宝 握下这把刀 他就可以让温道山 元气大伤 哪怕适合温道山开战 那又如何 岂不可适 师不再来 当然了 秦南又何尝不明白 光靠如今的焚天谷国支持 还有自己的修为 哪怕拔出断天刀 想要战败温道山 那几乎不可能 但啊 他是战神之主 无所畏惧 无所不战 他若是怂了 若是怕了 那么这战神右臂 这战神左瞳、左臂 甚至战神之魂 都会离他而去 他不能怕 哪怕这一战 即使会说 也要战 拔刀吧 秦南的心中 仿佛有着无穷火焰 怒吼而出 他的手臂 也猛然伸出 突然之间 秦南看到了战神右臂眼神之中的期待 那种期待 仿佛凝聚了万年 我 秦南的手臂 豁然僵重 两缕泪水 不知为何 夺矿而出 对不起 秦南的手臂 无力垂下 声音沙哑 本章完 第698章 给你三个月期限 此时此刻 问到宝枯之外 瞎眼见客 一身见义 不断波动 显示出来了他现在的复杂情绪 他在这地 守了十年 才守来了一线生机 他岂能不忐忑 碰 终于 一声清脆乍响 他腰间的一块神秘令牌 彻底炸开 瞎眼见客浑身的剑意 轰然爆发 那个小子 见到质宝了 声音之中 带着抹浓浓的激动 数千年以来 无论任何天才 任何巨头 从未有人 见到过质宝 与此同时 问到宝枯内 四周寂静无声 战神右臂的脸色 看起来毫无变化 但是一股令人心计的波动 在这无尽黑暗之中 已经开始波动 秦南恍若无觉 他心中澎湃的火焰 在刚才已经彻底熄灭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愧疚 你的意思是 你不拔刀 战神右臂的声音 不怒不喜 四周回荡 对不起 秦南深吸了口气 眼神坚定下来 道 这把刀 我暂时不拔 暂时不拔 战神右臂的脸上 浮现出来了抹怒意 吼道 秦南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等待了你数千年 甚至在三百年前 甘愿化作刀 到了现在 你居然不拔 你是怕了 还是畏惧了 你对得起 你战神之主的身份吗 一字一句 蕴含天怒 整个虚空 仿佛都要被震溃 世界末日 好像要带来 秦南的心神 在这怒吼之下 几乎快要爆开 要被直接震晕过去 不过 他依然咬着牙 守住了一丝清明 我没有畏惧 也没有怕 拔起刀来 现在开战 我根本敢去做 但是 我不能去做 秦南的脸色 带着一丝苍白 道 因为不可否认 现在的我 还不是问道 老祖的对手 我给不了一场断天刀 一场胜利 所以 现在我不能把 没错 因为一旦开战 他将面临的 很有可能不只是 问道山 还有商道门 和万香楼 哪怕只有 问道山一个势力 他也不是对手 尽管有着 焚天谷国支持 唐青山支持 依然不是对手 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 所以 秦南不是不敢 哪怕闯下滔天大祸 他也眉头不会皱 但 战神右臂 等待了他千年 在三百年前 因为秦南喜欢用刀 他就变成了刀 如此期待 如此之爱 他秦南在拔刀之后 若是无法取得一场胜利 那对得起断天刀吗? 对得起战神右臂? 对得起战神之魂吗? 滴水之恩 应当涌泉相报 战神后爱 战神右臂期待的一场胜利 他就应该给 给一场波澜壮阔的胜利 然而 他现在做不到 他还需要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他就敢光明正大地拔出断天刀 手持神刀 与这问道山 好好厮杀一场 对不起 作为战神之主 如今的我 依然只是尊者八重的修为 无法现在就给你一场胜利 但是 战神右臂 我真诚地希望 您能给我一点时间 再给我一点时间 秦南的拳头 不知何时 紧紧攥紧 他什么都不缺 只缺时间 战神右臂的双眼 变得深邃起来 可笑 堂堂战神之主 居然还需要依靠时间 来变得更加强大 秦南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战神右臂脸色冰冷 刀 但 念及你乃战神之主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个月 三个月后 问道宝窟开启 你若不拔 这把刀 就不再属于你 秦南一正 你走吧 战神右臂大手一挥 无穷的力量 喷涌而出 包裹着秦南 离开了问道宝窟 整个宝窟再度恢复了一片寂静 刚才的虚空 太古梦境等等 全部都消失不见 断天刀依然静静 注立在那祭坛之上 战神右臂幻化的身影 站在了断天刀之后 哈哈 您的性格 果然一点都没变呢 战神右臂脸上的冰冷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大笑 发自内心的大笑 他对秦南失望吗 一点也不 他很愤怒吗 根本没有 就如同战神左瞳 昔日想要夺赦秦南 那是真的想要夺赦吗 就如今日的他 要求秦南拔刀之后 必须给他一场胜利的战争 他是真的需要吗 并不是 无论左瞳 还是青龙 或者是他 从以前 到现在 以及未来 这两生两世 都毫无杂念 一心一意 秦南 这一切都只是魔力 三个月后 你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啊 战神右臂 猛然抬头 发出了一道无声咆哮 像是在咆哮着无尽世界 断天刀一阵嗡鸣 恐怖刀气 冲天气 哄 哄 哄 刹那之间 问到宝库内数十万件一宝 仿佛感受到了什么 都喷发出来了强大的气息 连续冲天 犹如那诸多臣子 正在响应帝皇的号召 问到宝库外 秦南的身形 直接冲出 落在了道场之上 早已等待多时的瞎眼剑客 嗖的一声 落在了秦南面前 语气之中 带着一抹惊恶 怎么回事 你不是看到质宝了吗 那件质宝 是不是被你获得了 秦南的眼神 骤然灵力 这个瞎眼剑客 怎么知道 他见到战神又毙了 就在这时 一道道轰隆爆响 从这问道宝库内 响彻起来 饶式瞎眼剑客 有所预料 布下了禁止 但是很快 这件一禁止 直接破碎 轰隆之声 响彻整个问道山 嗖嗖嗖 刹那之间 一道道强悍的神念 骑刷刷降临 问道宝库 再度一变 自然牵扯了 他们的全部心神 拿好这块令牌 你先走 瞎眼剑客脸色一变 丢给秦南一块令牌 屈指一点 剑一撕裂虚空 将秦南的身形 吞没其中 下一刻 问道老祖等等大人物 犹如狂风暴雨般 骑骑降临而来 瞎眼剑客脸色如常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本章完 第699章 胜利之望 距离问道山数百里开外的一片雪地上 虚空突然裂开 秦南的身影 从中掉落下来 刚才那位瞎眼剑客 怎么回事 怎么将我传出来了 秦南眼中闪过了某疑惑 在离开问道山的刹那 问道宝窟发生异变 吸引了问道山的各大巨头 按照道理来说 作为问道山的元老 瞎眼剑客 应该要留住自己才对 看看他给我的令牌 秦南拿起那块令牌 解开上面的静止 一抹剑意 立刻冲起 演化成了瞎眼剑客的虚意 这位小友 时间紧迫 我长话短说 曾经我在问道宝窟 获得了一缕机缘 得知至宝之主 即将出现 我知道 你就是至宝之主 你放心 这个秘密 我绝不会传出去 我只希望 等你取得至宝的时候 赠予我一件一宝 我需要那件一宝 用来疗伤 瞎眼剑客说完之后 身形就湮灭下去 原来是这样 秦南立刻明白 如果没猜错 十有八九 是战神右臂 给的瞎眼剑客一缕机缘 虽然秦南不明白 战神右臂为何这么做 至少现在看来 这个瞎眼剑客 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甚至有可能站在一边 毕竟 瞎眼剑客想要疗伤 需要靠他 战神右臂 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后 也是问到宝窟开启的时候了 到时候各大天才人物 各大巨头们 定然齐聚一堂 秦南喃喃自语一声 瞎眼剑客的事情 他暂时不会放在心上 眼下之际 是三个月之后的 问到宝窟开启 他只有三个月时间 三个月后 他要给断天刀 给战神右臂 一场胜利的战争 否则的话 战神右臂 就不属于他 该如何做 秦南双眉 紧紧皱在一起 三个月的时间 哪怕他全力苦修 有所奇遇 修为最多能达到什么程度 恐怕只能达到逆天武尊的地步 都无法成就五胜 这种修为的话 加上焚天谷国和唐青山 也依然无法战败问道山 换句残酷的话 三个月 他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 不行 我乃战神之主 这战神右臂 绝对不会让其他人获得 那么 一定要想个办法 在取得断天刀之后 将问道山彻底击溃 秦南一双眼中 露出了抹坚定 战神右臂 如此厚爱 他绝不能让他失望 三个月后 如果拔出断天刀 那数十万剑一宝 属于我的 再加上我那个时候 有了逆天武尊的修为 想必斩杀五胜一重 没有困难 但是 问道山底蕴身后 除了问道老祖 问道三老之外 还有无数的尊者 还有许许多多类似 焚天谷国先帝一项这种手段 要想将之击溃 必须要有极为恐怖的力量 来攻击问道山 秦南思绪如电 这是他第一次 站在各大势力的层次上 推演战斗格局 那我从哪里去找那恐怖的力量 秦南眉头又皱在了一起 喃喃自语 时间 就这样 一点一滴地流逝着 秦南在这风雪之中 一动不动 宛如石雕 没过多久 他的身形 就被大雪彻底覆盖 三个时辰之后 哄 秦南的身上 一股气势 猛然爆发出来 正溃风雪 就在刚才 他的脑海之中 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天地雷劫 他可以晋急逆天武尊 降下天地雷劫的时候 用雷劫来毁灭问道山 唐青山的异象雷劫 端木封主等等人 释放自己的全部 都无法将之挡住 最后要同进出手 才勉强过关 那么 他的逆天雷劫 应该不会比唐青山差 那等恐怖的威力 用来轰击问道山 最好不过 而且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除此之外 毫无他法 秦南深深吸了口气 让自己的心绪 变得平稳起来 开始思考 如果是天地雷劫的话 那么我如今的修为 才只有尊者八重 需要达到逆天尊者 并且还要逆天尊者圆满之后 才能够引来天地雷劫 所以 我要提升修为 秦南脑海的思路 变得清晰起来 三个月 提升修为 达到逆天武尊圆满之境 问道宝窟开启 拔出断天刀 降临雷劫 摧毁问道山 你小子说实话 你和断天刀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 乱海无阻和嗜血无阻都清醒过来 语气依旧无比激动 他们两大无阻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知道 他们都被震晕了 你们醒了呀 秦南收回了脑海中的念头 看着两大无阻 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两位前辈 你们有着什么办法 让我能在三个月内 快速地提升修为 又没有任何后遗症吗 如果说 光靠着地级九品的战神之魂 吸收天地之力 三个月内 想要达到逆天武尊圆满 根本没有可能 哪怕地级食品 也不行 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 快速地提升修为 还要没有任何后遗症 两大无阻 齐齐一愣 随后是血无阻便道 方法只有一个 找到一些动天伏地 然后利用武魂 吸取里面的精纯之力 动天伏地 秦南微微一愣 立刻想到 当初在第九成的时候 那碧云动天 力量就极为精纯 是血无阻 指的想必就是 碧云动天那种地方 嘿嘿 段青 这东周各地 有我们两个不知道的吗 各种各样的动天伏地 我们都非常清楚 你只要将你和断天刀之间 有着什么联系 告诉我们 我们就告诉你一些 动天伏地的位置 乱海无阻仍然不死心 满脸笑容 这样一说 秦南倒是反应过来 两大无阻虽然修为较弱 但是对于东周的了解 恐怕连四大势力的巨头们 都无法媲美 我有一定的希望 拿到断天刀 秦南深思熟虑半想 才缓缓说道 反正 这两大无阻 还需要靠他来复活 他透露一点消息也无妨 等两大无阻意志 真正可以复活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的修为 定然也极其恐怖了 什么 乱海无阻 和是血无阻 脸上都浮现出来了 抹浓浓的亥然 有一定的希望 拿到断天刀 这也太震撼了吧 数千年以来 东周出现了多少个经验 才觉得人物 根本从未有人 能够获得其中的质保 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 而且 整个东周的巨头 都知道一件事 曾有传说 只要拿到质保 其他的一保 也就全部都可以拿到 本章完 第七百章 圣王洞天 过了好半想 两大无阻 才回过神来 看向秦南的眼神 也变得不一样了 这个小子 真特么厉害啊 先是混沌之气 如今又是断天刀 这个乱海无阻咳嗽一声 嘿嘿笑道 断青道友 你要是获得断天刀的话 能不能帮我们二人 取得几件一宝 你放心 好处一定少不了你的 断青道友 这个 就连是雪无阻 也忍不住开口 那几件一宝 他们两大无阻 可是窥探了许多岁月啊 我如果取得断天刀 获得诸多一宝 定然会将那几件一宝给你们 但是取得断天刀 非常困难 秦南看了他们二人一眼 故意开口 两大无阻立刻明白 断青这时来讨要好处了 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是雪无阻问道 我需要在三个月内 修为达到逆天武尊圆满境界 秦南深吸了口气 道 如果达不到的话 就无法取得断天刀 什么 逆天武尊圆满境界 乱海无阻 和是雪无阻 眼睛都起起瞪大了 现在的秦南 不过是尊者八重 想要在三个月内 达到那种境界 根本不可能好吗 断青 这不可能 想要成就逆天武尊 何等困难 哪里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是雪无阻摇了摇头 东周里面 无数天才 能够做到的 屈直可数 就连当初他们两大无阻 都只是无敌武尊的境界 秦南没有说话 大口一吐 尊者金石喷出 闪烁出来了浓浓的尊者之力 嗯 这是 两大无阻眼睛 一下看直了 他们虽然在秦南体内 但无法窥探 秦南的尊者之力 如今看上去 这奇怪的金石 虽然只有799缕尊者之力 但是已经具备了逆天之之 对我而言 已经具备了逆天武尊的基础了 不再需要其他的奇遇 我只需要一个强大的洞天福地 供我吸收精纯之力 就有希望 达到逆天武尊圆满境界 秦南缓缓说道 两大无阻 立刻明白过来 原来段青这小子 想要的 乃是强大的洞天福地 段青 当初我们二人 在临死之前 早就布下了手段 获得了一个名为 圣王洞天的地方 里面具备了强大的洞天之力 乃是准备留给我们复活之后 恢复巅峰修为所用 乱海无阻开口道 秦南眼睛一亮 果然没错 有了足够的利益 这两大无阻 才会拿出最好的东西 是雪无阻这时摇头道 但 你现在虽然有了逆天之姿 还是不够 除非你有地级食品的武魂 才能够在三个月的时间 凭借圣王洞天 达到逆天武尊圆满之境 两大无阻眼中的热情 已经退去了 毫无疑问 断倾根本没有地级食品武魂 地级食品武魂 秦南眉头微微一皱 如今的战神之魂 只达到了地级九品 不过 动用手段 将之提升到地级食品 也没有难度 念想至此 秦南面色严肃 道 两位前辈 获得断天刀的机会 百年难得一遇 无论如何 我希望试一试 只要你们将我带入圣王洞天 让我在里面修行 如果成功 我就给予你们一宝 如果没成功 我就给予你们混沌之气 可好 武魂之事 雷杰之事 秦南自然不能说 现在 是需要两大无阻的支持 这个 两人脸上 都露出了某为难 圣王洞天 乃是留给他们以后 复活之后 恢复巅峰修为所用 至关重要 如果让断青知道了里面的奥秘等等 断青若是联合焚天谷国 把圣王洞天抢走了怎么办 可以倒是可以 乱海无足眼中闪过了抹金光 道 但是 我们需要十万缕混沌之气 有了这十万缕混沌之气 他们尽管不能复活 但是修为等等 能够提升到一个强大的程度 到了那个时候 哪怕断青反水 他们也可利用手段 控制圣王洞天 而且 让断青在圣王洞天修行三个月 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无论是否取得断天刀 他们只赚不亏 十万吗 好 这个数目 虽然极其庞大 让秦南极其不舍 但此时此刻 已经无需计较这些 成交 嘿嘿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两大无阻嘴角 都露出了抹笑容 开始闭关修行 进行恢复 秦南看着天空的茫茫大雪 眼神之中 毫无茫然 反而带着一丝炽烈的火焰 先弄到原石 将战神之魂 提升到地级食品 然后 给予两大无阻十万缕混沌之气 得知圣王洞天的下落 进入圣王洞天 闭关修行 提升到逆天武尊圆满境界 等温道宝窟开启 拔出断天刀 以无上雷劫 轰杀温道山 温道山 你先等着我 秦南看了一眼远方的群山 喃喃自语一声 先开始第一步 获取原石 既然获取原石 那么正好 可以向伤道蒙 挥起屠刀了 秦南掏出了令牌 给公羊传去了一道神殿之后 脚步一踏 顿入虚空 耗费了一点时间 秦南才重新回到了白虎城 他没有变回断青的真身 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被伤道蒙的人盯上 司马空 现在收取残片的事情怎么样了 秦南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掏出令牌 传音问道 这几天收取的还算多 半步地气有几百块 圣道之气有一万多块 你还不知道 前几天收取残片的时候 整个白虎城 整个坟天谷国都沸腾了 大家都说 我们脑子有病 司马空的声音之中 带着抹不屑之色 那群愚昧的家伙 知道个什么 还是太少了 秦南摇了摇头 这还少 司马空一愣 眼中露出了抹震惊 秦南这个家伙 不会想着 一次性将整个伤道门都给炸了吧 本章完 带着 带着 详南 豆腐 底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